我叫童原章 目前是台大人民中心的主任 那我們是今年的一個 想要談的一個公共議題 是都市人長的一個議題 人民中心三年前開始 我們希望有一個 除了我們習慣做的一些主題之外 我們有一些是固定在做的 我們也帶出了 也有我們有個諮詢委員會 裡面的委員也提醒說 我們應該有一點強調一些 我們對於公共議題的能夠有的貢獻 怎麼樣引起大家注意 多一點人來討論這些重要的議題 所以我們就定了三個議題 一個是文化跟法律 這邊各位可能一下講 文化不是自然生長的嗎 文化跟法律有什麼關係 大家如果想想文資法 想想今年3月通過的 3月1號開始 2007年通過3月1號開始 正式公告施行的原創條例 原住民族傳統智慧與創作條例 這個對於文化的發展的助力跟挑戰是什麼 好 所以之前就兩年前我們就開始以這樣一個主題 辦了事列的演講 那各位可能會有點影響 印象的會是我們辦了一個五年紀的一個座談 古樓五年紀 當時法律跟地方原有的作法之間的一個緊張 我們辦了一個座談 剛好前天21號也是宋林古哨的這個 古樓古哨的一個儀式 他都是都在這個文字法的定定之下 還有他的申請過程當中造成部落原有作法的一些困境 那我們第二個 我們覺得我們可以需要引起大家討論的主題是 勞動與環境 我們不會單獨用土地或者海洋 海洋所有權 土地所有權 我們希望可不可以找到一個更根本的概念 就是勞動 我們每一個人都經由勞動 變換我們的自然環境 取得我們生存所需 那獲得進一步有更好的發展 那我們的勞動是怎麼樣的勞動 我們對於這個勞動賦予的意義 我們現在 我們在我們的生活習慣都賦予經濟價值 可是很多文化不只是經濟價值 那所以勞動產生怎麼樣的價值 那勞動跟環境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故事全然都是 我們現在常常覺得都是負面 可是我們是從環境中討生活 那這是第二個議題 第三個議題就是我們今天辦這個活動 談談都市原住民這個問題 因為都市與原住民這兩個詞 一放一題大家都會覺得很矛盾 原住民不是就應該被人鄉嗎 怎麼在都市呢 這名字本身就包含了兩個很重要的部分 一個是空間 一個是文化 一個是祖先背景 那可是實際上我們從數字上知道 這個現象 這個趨勢是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它是一個趨勢 意思說它未來還會是這樣走向 怎麼樣會改變或怎麼樣會和緩下來 現在也還不知道 所以它的比例到了一個程度 大家會說40% 50%的都市 涉及在都市 那這個不管是40到50中間 到底是哪一個比例 我們知道它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現象 那這需要怎麼去認識 這些都市原住民他不是過客 都市移民 我們如果把都市原住民看作 整個台灣1960年代開始的城鄉發展 加工出口區的經濟起飛 跟這些人口流動有非常大的關係 那我們可以怎麼樣合適地來理解 這一些移民的情況 這樣子的移民的情況 大家都留下來 同學年輕的朋友可以想想看 你的父母的老家是哪裡 你的祖父母的老家是哪裡 城市的定義就是它是依賴外來人口 外來遷徙進來的人才能夠在短時間快速成長 如果我們一旦接受都市這樣性質 我們就不會覺得這些外來人口是過度的 是臨時的居留 這些多數的人會是定居的 各位的父母 各位的祖父母 可能都在這個過程當中 跟著城市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關係 所以我們缺的是概念 我們沒有合適的概念來理解台灣這幾十年 50 如果50年 這近50年的這個歷史現象 我們沒有辦法充分的合適的理解 那把它放在大範圍就是城鄉移民 如果我們那我們今天主要是要談 原住民在這個城鄉移民的潮流當中的 有沒有一個特殊的位置 還是跟其他的鄉村移民人口的發展 或者困境非常相似 那都市原住民這個現象或這個議題 有了一個新的討論的可能 它的討論需要是一直存在的 可是不見得被認識到 那這個出來了一個新的討論的可能 這個主要是我認為是跟原民會 他委託了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的 林希平老師 他們有一批員用研究計畫的方式 建立都市原住民與生活發展基礎資料庫 資料庫是非常重要的 所有的訊息都在這裡面 到目前還沒有公開 可是他很多的他會不定期的會有些工作方 讓大家知道這個怎麼樣用這個資料庫 有了一個資訊 有了這些訊息 豐富的訊息 以及對於訊息的分析 才可能有好的政策 我們才能真正的認識這個現象 因為我們總覺得大家都要回家 可是我們從數字的看法上看 我們發現回家不見得是一個選擇 或者不見得是最後採取的那個選擇 那麼整個這個討論的 我們外面現在你如果查資料 你會看到的討論大概從1985年開始 我會這樣定期 富洋寺黃美英他們這幾位前輩開始 我應該說有眼光的人 不能說真的是前輩 知識上的前輩 他們開始了這樣的研究 那個時候用的詞還叫都市山包 我們在回溯都是山包這個詞 我們在回溯還有一批人 是我們一般人不會接觸到的 我所謂一般人會學界或者平地人 不會不容易接觸到的 是教會 教會的力量很早就進去 教會是跟著信徒的腳步 最早是在高雄跟基隆 這也就跟人到了哪裡 教會去哪裡 有這樣子的港口 有這兩個大的主要的港口 有雲民服務中心 那這些人 這些雲民後來他回家了嗎 還是他持續流動 那這些對外面接觸很早的牧師 傳道人 教會的工作人員 他們在後來的都市 牽涉到都市的人口裡面 他們持續扮演什麼樣重要的角色 那各位從我們今天講者就可以發現 其實教會 特別是長老教會的角色 非常非常重要 那我因為在準備這樣的一個論壇 這論壇花了我很多時間在準備 因為這個題目 我們看到 所感覺到那個現象 跟文獻上看到的東西 中間其實有很大的落差 然後就有拜訪幾位 那從他那邊又學到很多 才有了我們今天這樣的一個大綱號 用論壇的形式就是因為我覺得 他還不到研討會的地方 希望 因為他的方向其實很 他有很多發展的可能 有很多地方需要我們進一步的來了解 所以也是希望大家對於看中這樣子的一個現象 有多一點人投入 用不同的方式 投入這樣子一個題目的理解 然後我們之後看看大家的理解累積的一些 我們可以再辦一些不同的 不同形式的溝通交流 可能研討會會是其中之一 那我這邊要特別回來講一下 那我們的媒體印象 我們常常在媒體看到 尤其這幾年很多的抗爭 居住正義是其中的一個部分 那在居住正義的議題裡面 跟都市原住民相關的西州三一 都是其中一個環節 那就是說你們這個年輕時代有興趣的 我不能說有興趣 就你們關注的是居住正義上的議題 那這其中一部分碰觸到 都市原住民的處境 可是這樣子的一個關懷 有一點讓都市原住民的議題的 不成比例的被呈現出來 我這邊特別要提的是1979年 有一些在座圈很清楚 有一些可能還不太知道 山光社區 細節的山光社區 第一批房屋蓋好了交屋了 這是第一次的居民自己購地跟建商合作 一共有166戶 那其中有七成是原住民主戶成購 那包括當然 主要是阿美洲 那其他的三層有一些就是平地人 漢人 所以想要了解的實際上 所以今天這個我們兩個場次 第一個場次是談的是世代的藏意 因為我發現當我過於把我們的關注 放在居住正義的時候 我們一直在討論都是第一代的難題 實際上居住在身為都市一份子的人 他的時間已經很長了 1979年已經有這樣的眼光跟組織能力 跟募籌款的金融調度的能力 足以建國跟建商合作 有這樣的討論跟執行的能力 那接下來第二代 第三代 已經成長的第二代 不管是不是都市出生 或來城市連結很小 他們在都市的生活 還有沒有集體性的 共同的 獨特的處境 這樣子如果有這樣的處境 他們有沒有什麼相關的 集體的議題需要被認識 這樣子的議題是族群文化的還是階級的 我們在一些研究裡面會發現 好像不知不覺族群跟階級這兩人會混 好像進入城市之後 族群變成階級 這個到底是怎麼樣發生的 是我們概念不夠清楚 還是說這就是事實 那兩者之間怎麼產生這樣子的一個扣合 那好像對於雙北或者北台灣的 生產方式的變化 細部的變化 可以再有多一些討論 而不是用整體台灣的一個角度 台灣經濟的轉變 工業進入服務業等等 有沒有辦法 尤其我們看到早期的1960年代資料 很多是鐵工廠 以前我們非常熟悉紡織業 男生進入的是鐵工廠 甚至於在我們現在以為是台北相當主要的地段 其實當時都是鐵工廠 那我這邊特別要介紹一下 這個是三光社區的年輕人叫細子 叫什麼細緣會的 細子青年會 細青會 他們在1996年完成了一個非常龐大的一個計畫 他們這次19年前做到的事情 他們自己訪談非常多的訪談 400多頁的巨大的一本書 訪談了非常多的人 然後也收了很多的照片 然後在後面也有寫一些 他們對於他們的總結 他們的心得也包括他們的願景 那我們今天在座的我們的講者之一 也是當時的參與者 過了19年 當時他們那個定居已經也超過了20年 到今天又是將近20年 好 那其實有一個成熟的社區 我不知道也許等一下 他把老師可以糾正 是不是有一個成熟的社區在這裡 可以提供我們一個都市移民人口的一個眾生 幫助我們調整我們的眼光來認識都市原住民的遷徙跟定居 所以不只是遷徙這個過程 也是定居 那另外一點 也就是最後一點 我要介紹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想法 就是說當我強調定居 我又很怕 這個定居就變成說我們永遠是從部落到都市 永遠是在兩點當中遊移 或者我們的選擇常常就只有 以為只有兩點的選擇 好 那我是跟Kino Moose這邊 跟拜訪Kino Moose的時候 Kino Moose跟我說還會在移 跟著移工作走 經濟結構變化 人就會流動 所以Kino Moose提醒我 這是一個流動的過程 所以不是定居而已 我們每一個當下都是定居 可是你把時間串起來 我們都在一個流動的過程當中 好 那如果我們用這樣講 所有人 大概多數人都是這樣的情況 同樣 如果多數人都是這樣的情況 原住民的流動情況 流動型態 有沒有什麼特殊性 那另外一點 這個真的是最後一點 都市原住民他同時是都市居民 他也具有原住民的身分 那在我們一般人或者官方 常常我們傾向是以部落來想像 原住民的來發展原住民的想像 然後訂定相關政策 當都市定居在都市的人口 或者有豐富都市經營的人口 涉及在都市的人口超過40%的時候 一般人的整體社會的想像 跟官方的政策訂定 是不是需要一個對應的調整 好 那最後 真的又是最後 從都市的立場來想 我們如何建構一個多元價值 多元文化的一個環境 可以去除新移入人口的調適上的困難 怎麼樣營造一個簡單講營造一個友善的環境 那我要非常感謝我在準備這個論壇的過程當中 拜訪了好幾位 特別感謝方金鐘傳道一部牧師 因為感覺到看到的資料是以阿美族為主 所以我說拜託有沒有 就是有沒有其他不同族群的經驗 那就有一位無法牧師介紹我去拜訪一部牧師 那還有就是金鐘牧師 另外伊薩阿富先生 他們也都是最後兩位也是我們今天的講者 然後我自己也認識有限也請人推薦 伊薩阿富先生也幫我們推薦今天一位講者 另外在文獻上搜尋過程當中 也在找一些年輕的研究者 另外也在一些研討會場合 又認識一些這些年輕講者 所以也都成為我們今天 他們很願意今天來我們這邊跟我們分享 我們今天有兩位主持人 我們的那個童大哥來了 他也是我們原民中心的諮詢委員 我們第二位第二場的洪真林老師 也是台大原民中心的諮詢委員 那我們就從第一場 第一場世代的參與先開始 這講者就麻煩你們 那我們的第一位主持人是洪春發教授 東華大學原民學院的院長 感謝 同主任各位朋友們 大家早安 早安 早安 我們在原住的例子就是走錯方向 然後創造歷史故事 反正就是都市原住民的一個經驗 那只要有人在走路再走 他就會留下很多的歷史跟語言故事 其實對於都市原住民的歷史 長老教會150周年的歷史那本 有關原住民的發展 我已經寫好了 可是還沒有出版 因為那個是在場所有的文稿都完成以後 可是談到這個都市原住民 跟長老教會的關係呢 我也整理了相當的這個資料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對原住民來說 我剛說了是人作為主體在思考的 所以你的家在哪裡呢 那是一個很多元的說法 甚至於你的傳統歷史故事 會繼續到都市到人住的地方 可是它會帶盡很多其他族群的影響 在那個當中繼續紀念那種 彩虹式的這種人生家的歷史 集體社區的歷史 所以你無論到哪裡 現在我們在都市裡面 各個地方在舉行傳統的年紀的時候 還是有的請巫師到台北來 其實巫師是地區性的 但是現在因為人作主體 所以跨到不同的領域 那放大了它的這個一種互動 跟甚至巫師跟基督教的牧師合作 來舉行一些部落裡面的葬禮也好 各種的年紀也好 我們可以看到了那種文化的韌性 跟那種不得已的狀況的當中 它仍然要活著 也是在開股東有阿美族的社區 我到馬少爾也有阿美族的兩家在那邊 也經營談好 那我們講到說阿美族到哪裡 它就會跟那個土地發生關係 它就會跟那個環境發生關係 我想所有的原住民 我在調查的當中 就是這樣的一個這種的訊息在提供給我們 所以不要試著要從單一的面向 它一直是整體的 你說它跟部落切割了沒有 只是說我們的認知 我們的線索夠不夠 國家的政策夠不夠 讓你這個蜘蛛王室的這個關係呢 讓繼續在這塊土地上呈現 可以整體的發展 我想我就用這個做開場白 那這個今天那個 Namor Nafu Matilat 我們的講到九點四十才會到這邊的樣子 那我們就珍惜兩位這個壁壇人 Kinot Rafin 牧師跟Dabalok 兩位講者呢 那我們就一續這個地方來做分享 好 謝謝 各位好 朋友大家好 我是Kinot Rafin 在我的車上面已經有很清楚來介紹我自己的背景 1970年應該算是我到都會區最早的經驗 應該是從民國五十九年的下半年學期到台北五湖 在五湖國小 那邊有一段時間的上課之後 因為父親是過去在台東新港做遺傳的工作 所以後來有機會跟朋友跟這種的朋友聊天 所以有機會到基隆去 所以在民國六十年就居家搬到基隆去 所以在基隆有這樣的一個都會區的這樣的一個生活的一些經驗 那我想我用這個主題還是我們要到都市生活 這樣做一個主題來做分享 我想這個也是我的故事 我們在都會區裡面的故事 那如果說是用第二代好像也很怪怪 因為我跟我父母親都是第一代到都會區來的 所以那個經驗是非常的奇特 那為什麼會到都會區來 那我後來有回想說在我部落的家庭裡面發現說 因為家人因為身體不舒服 常常就會去借錢然後去看病 久而久之我後來也發現說 現在原住民的數學沒那麼好 免洗可能只要一百塊 人家就過一個人都不知道了 所以後來土地就這樣的流失掉 所以在部落已經沒有可以著力的地方 剛好有這樣那個年代 有這樣的一個整個在都會區工業 在人口需要的這個人力的部分 就那個年代就很多部落的人就已經到都市來 特別是在1970年的時候 我們就換到台北五谷這個一個紡織廠工作 大概後來到基隆這個部分 那後來也跟自己的家人談說為什麼要到都會區來 不只是在他們沒有講說部落的狀況 他講說都會區我們可能有更好的一些機會 可能在學習上可能有更大的一個幫助 希望能夠雖然很辛苦希望能夠在都會區 可以讓下一代有很好的發展 所以後來我們到基隆的時候 那我們第一個就是做到現在我們非常說 在網路裡面都可以打八尺 然後是旗號這個部落 會看到相關的一些資料 因為像最近我們早期關小龍教授 在那個地方來做一些影像 後期有那個圓獄中的這個部分的整個攝影的部分 呈現關於在我們八尺門的一些狀況 當然我知道 因為這邊跟他報告一下 當時我在部落裡頭 剛好關小龍就是住在我家附近 他就住了一個地方 長期住在那個地方做生活的拍攝 我不太了解他為什麼那時候 有一個人一直電到完他的相機在拍 那後來我才知道看到這些文獻 這些影像的時候才說 原來他在做實地把八尺門部落的 這一個整個生活情況做這樣的一個呈現 那其實當我們到國會區來 真的是在語言上是一個很大的障礙 一個很大的障礙 因為在我周遭的朋友幾乎都是講台語 所以我必須要重新去學習一個 我不曾過去接觸 去使用過的一種語言在都會區 所以那還好那時候是在國小的時候 不只是要寫這個華語 那一方面也要去接觸 這個關於不同的族群的語言 所以我們會發現說 當我們在都會區的時候 要簡單的再陳述一下這個過程 像八尺門早期 那個聚落真的是一個 有點像說好像是暫時在那個地方 就自己搭設一些住的地方 是一個臨時的一個地方 所以那因為在基隆早期 應該是從民國440 到15年左右 因為你有看到我們教會 在基隆的一些歷史 有看到在平地教會看到一些歷史 在民國440年已經有一些阿民族在平地教會聚會 我覺得很壓抑 他們怎麼聚會 因為他們聽不懂台語 可是他們還是聚會 我問過我們的那個牧師說 他們有了聚會 所以我覺得 我說這個都市的我們的同胞 他為了有一個宗教的信仰 因為當時沒有所謂的 顏著女的教會在讀會區 幾乎是沒有 所以當中都在平地教會來參加聚會 所以那在這當中 他們一方面因為先生要跑船 因為我還很記得 我剛到基隆的時候 我記得我爸爸兩個禮拜就回來 可是沒多久之後 我爸爸是一個月載回來一次 我搞不清楚那個狀況 後來沿海的時候 後來我們的整個遺傳的設備有提升 可以用冷凍 可以比較長 冷凍的東西就可以比較長遠一點 他就可以更長的時間 在海上來捕撈這些疑惑 所以當時我們 我在部落裡 在杜會區的這個聚落的裡頭 因為我本來我把它當做一個部落 他是一個聚集的地方 叫做聚落 一個聚落在八尺門 他是一個沒有開發 可是這個當中有很多的大臣義包移民 移到基隆的時候 就在那個地方 有大臣義包住在裡頭 也有一部分的 從沖繩島來的一些移民在當中 具體在八尺門在早期來講 那不到神奇何時 我們的阿密祖很厲害 剛剛那個彭教授在跟我們講說 就是我們那個人到哪裡 就開始就可以去找生活的地方 特別是阿密祖 我剛才跟老闆老師說 好像別的祖先好像沒有阿密祖的特質 阿密祖有個特質 只要到什麼地方就是佔地為王 那就把那個地方當作他的地方 就可以在那邊開始種菜 開始蓋一個打龍岸 然後是開始就慢慢的就在那邊生活 所以在八尺門的整個過程當中 也在都市的當中 我把說在基隆這個地區叫做比較邊水 都市比較邊水的地方 因為他跟基隆市的市區又是一段距離 如果說你知道基隆的整個地區的狀況 我們是比較靠近和平島這個地方 所以比較離開比較屬於市中心的地方 所以在那個地方 那必須生活上必須要做這樣的一個 在部落的地方 可是我們會發現說 在這個地方必須要用部落的方式 過都市的生活 我還記得喔 我們那時候就是我們的 私的方式跟生活的方式跟習慣 就是脫離不了部落的一些習慣 因為我本身就是國小一年級一直到 從出生一直到國小五年級 我還在部落生活 那在部落大概五年級下先期才幫到 都會去裡面來 所以也了解那一個部落的一些狀況 可是不是那麼深入 可是在八十門當中我們會發現 因為它是暫時的一個聚落 慢慢慢慢的 是少部分的這些原住民的同胞在裡面 然後慢慢的越來越多人進去 他們開始就在那個地方開始蓋房子 碰到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的時候 在那個地方是沒有水 因為只有水井 那個水井是很特殊的 那個水井是退草的時候才有那個很乾淨的泉水 脹草的時候那個水是有鹹味的 所以必須要按著那個脹草跟退草 然後就開始去挑水 我記得那時候我的經驗在都會去 半夜三點進去那邊排隊 水桶排隊 那是為了要挑水 所以在這當中我們會發現說 這個生活跟部落其實沒有什麼樣的 沒有很大的一個差距 可是在這個喵水的沖沖當中 開始這些在都會去了 因為先生不在旁邊 因為他跑船都不在旁邊 變成這些媽媽非常的堅強 所以我覺得阿美族的女人好像比較 比較有那個紅果斷 是不是因為母系社會不知道了 所以他們就會聚在一起 去討論說我們怎麼樣 可以讓我們這個肌肉可以有自來水配合 他們也很勇敢 那時候我已經是高中生 他就來找我的時候 我聽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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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治療小公司那邊 因為你會講國營 你去跟他們講的時候 是不是因為他們之前有申請接自來水 因為一直沒有下來 所以我跟同老師講 同志們說 我第一次去送紅包 我才聽到什麼叫做送紅包 我不知道什麼叫做紅包 他給我一袋的紅色的那個 裡面有摔了很多錢 我說你把這一包 我送給那個什麼科長什麼的 送給他這樣 我不知道我還呆呆的 跑過去就找那個去治療小公司 我就請到我有事情找 他一來我說 我說是那個八十門俱樂的媽媽說 那個科長嚇都嚇死了 趕快把他過去外面 他說你把這個錢拿回去 然後拿回去 然後再過一個禮拜那個水就會脫去了 所以在那時候我們會發現 從沒有水到後來八十門這邊 有水的狀況 然後在都會區要適應 他又不是在很多會區 他又是比較邊緻的地方 所以在整個生活的部分 就會有這些問題在裡頭 所以那變成父母親他在生活 他必須要去很努力的工作 像我自己的母親 那我不知道 我們每天大概吃的東西 大概都是很阿美祖式的 很阿美祖式 什麼叫做很阿美祖式的 就是大鍋裡面有青菜 有肉有什麼都煮在一起 這個模式 所以大概有很多的原住民的菜在裡頭 因為他都是喜歡到那邊去的菜 那我不知道那時候他有什麼樣的一些想法 後來我才了解說 原來我媽媽已經說他們已經不回去了 準備要再都會區裡面準備要定居 他已經有在異備在都會區準備要定居下來 那個準備定居下來的想法 是因為他接觸一些漢人的一些朋友 因為過去有曾經去租過房子 那些漢人他們也很厲害啊 這些秉立的朋友也很厲害 他們開始去存錢 去買了一些房子 原來那時候開始很努力的存錢 希望說將來能夠在都會區 能夠存錢能夠定居下來 所以我們發現說 那個方向很清楚 他才知道說部落已經土地沒有了 他希望說那一回過去部落 那倒不如就在都會區來做這樣的一個定居 那至少在這個地方至少可以讓我們的下一代 可以繼續能夠來生活 所以我們會發現說那個早期 在基隆這個地區有幾個 像說是只要是你是比較早期當船長的 或是輪跡長 他們的收入會比較高的 他們就會零零散散的在基隆市買一些房子 那後來我們發現說 母親說我們準備要定居在基隆市 所以那時候我們開始就買了一間的房子 在都會區 又離開了八次門這個境路 所以我們會發現說在都會區的生活 在早期來講 他必須透過這種很辛苦的方式 去適應一個都市的生活 那二方面 因為我在都會區他長大 也感謝上帝讓我有機會 雖然是在八次門 可是剛好說早期這些我們同胞 都在平民教會成長 那我也是到平民教會去 那因為當時沒有所謂的 原住民的教會在部會區 那所以那個基隆的正面教會 就提供空間讓這些原住民 後來媽媽媽媽的人越來越多 所以請部落的這些牧師 或是在好像神學院裡面的這些 會聽台語的這些神學生 來協助教會的工作 所以在基隆這邊 越來越多的原住民 人越來越多 所以後來在教會裡面 慢慢就開始做一些發展 我也是在那個環境當中 跟接觸這些 不管是在八次門的這些聚落裡面的 這些平民的朋友 或是在教會裡頭 開始去接觸一個新的語言 去學習新的語言 那有人問我說 為什麼穆斯林的台語會那麼流 而且沒有槍 我說這樣講我也難過 因為好像比較 表示我的好像我的主意講得不好 我想因為表示沒有槍 因為很多人說 那個很多的原住民的講台語 都有那個原住民的講很特殊的 其實滿好聽的 我聽的也滿好聽的 所以那個很特殊 那因為在那個當中去學習 那台語 流利的台語就慢慢的就 更有你的主要的語言再度回去 老實說 我們在八次門成長的這些孩子 他的台語都是很會講的 可是漸漸的那個部分就沒有了 那個語言的部分就失去了 所以那可是我媽媽就很特殊的提醒我說 你是阿美族 在家裡面我不會跟你講國語 不會跟你講台語 我只會跟你講阿美族的話 這是我媽媽很堅持的部分 所以我要感謝她 因為她讓我有機會去學習到自己的語言 去了解自己的語言 那從當中父母親期待說 雖然我們在不回去 希望說你能夠在不回去裡面 要好的唸書 因為我們來一輩子比較沒有機會唸書 你要多多多你的語言 所以從這地方我們會發現說 在杜輝期裡面的生活 一次到最後我苦神學院 在之前我在掌握會工作 工作一段時間 那後來在掌握會工作是因為我回來 我回到自己的聚落 聚服務 在八次門的工作 像有一些後來網易中的有一些照片 裡面有很多的照片 是當時我在掌握會工作的一段工作 所以從當中我們可以看到說 其實第二次說的那些生活是公平 其實來講是不公平 可是我們會發現說 在這個杜輝期裡頭的生活不容易 那我想再講一段說 那這樣現在的狀況 剛剛童老師也在談到說 我們主任談到說 其實慢慢慢慢的在目前在基隆市的 從早期很多的原住民在基隆市 現在已經慢慢的移開 已經不在八次門 不在那個八斗山中 已經開始混戰到台中 到台南 甚至別的電視區 目前在基隆大概 從過去大概滿多的原住民 現在大概八千到九千人左右 所以他是在移動 那因為工作的關係 他不是不斷地做這樣的一個移動 我想簡單地做這樣的一個說明 之後如果大家還有再經過 我們可以做一些討論 以上 謝謝 你好 大家好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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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的爸爸叫嗨 嗨 嗨 那我叫嗨 嗨 那我是在那個三光社區 算是在三光社區長大了的小孩子 那今天的主題是談到那個都市原住民這個世代差異 的確 那個世代差異首先就是 我真的很羨慕那個黎芙牧師的媽媽 她這麼堅持啊 因為在我來看 貧諾牧師的媽媽這麼堅持 在家裡 就是一定要講族語 一定要講母語 可是像我成長這個時代 我一直講生科就是我小學四年級的時候 有一個教材 國語的教材就提到 就是無縫的故事 可能很多小朋友 不是 很多同學都不知道無縫是誰 可是在那個時候 因為班上只有我一個原住民 大家會覺得 我是歷史的罪人 對 真的有那個罪惡感 再加上當時候整個社會環境 或是國家的政策就是比較打壓 所謂的方言 這樣子的一個政策 然後我的父母親也真的是很聽從 那個政府的指導 所以他們就在家裡就幾乎很少 教導我們所謂的這個阿美族化 所以相對就是這個世來差異的部分 我覺得在都市來講的話 的確會對於這個語言的傳承 在這個部分來講 會有一個很大的壓抑跟打壓 那也有人會提到說 那不是最近這幾年從郵親政府啊 從這個後來的這個所謂的鄉土家 也開始慢慢推動所謂的這個鄉土語言的部分 那相對於這個原住民族語的部分 那是不是也會有這樣子的一個改善 或是這樣子的一個翻轉 那重點來就是 就是不是重點 就是說因為現在都市第二代 差不多跟我們年紀差不多嘛 那像我們這個世代 所會使用的族語的這個能力 相較於這個體能動式來講的話 的確真的有一個很大的差異 有一個很大的落差 就是就像我父親所提到的 就是像我阿美族人就是老一輩的人 他們都很容易就聽你說 就是說他們能夠聽到你的這個語言 的這樣子的一個語調 他們知道你是哪一個那個部落來的 然後你是那個 那個像譬如說 鐵諾摩斯他是那個 巴尼亞鳳的這個 尼亞洛這個部落 他們老人家就是很容易聽得懂 聽得出來 我相信台灣主也是一樣 這樣子的一個 老人家的這樣子生命經驗 就是他們透過不同部落 接觸跟交流的時候 都知道每個部落他的發音 或是他的發言 都有一個特別的語感 或是那個語調 那相對於像我在都市長大的話 那我父親就會笑我 啊你這個是都市槍 為什麼 就是這個島媽 就是沒有 真的沒有辦法像他們那一代的 或是那一代的 那麼道地 那麼具有這樣子的一個部落 這樣子的一個特色 就每個部落他的那個真的語言 如果真的有認識原住民的朋友 就知道就是每個部落 他的語言的那個形態 其實都有多少一點點小小的差別 相對於就是同樣的那個台語也是一樣 有那個宜蘭槍啊 或是那個不敢槍啊 或是台南槍這些等等這些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宜蘭槍 在我身上真的是有 那當然就是 那為什麼我會 就像剛剛通老師他所提到這個 在二十幾年前 會跟那個黃銘寧老師 有這樣子的一個合作 或是這樣子的一個機會 跟他就是跟他一起來完成 這個所謂的 部落到都市這個 我們這個社區的一個 遷移史的這樣子的一個 類似一個史料的紀錄 或是說一個歷史的 這樣子的一個整理 那事實上我也是很感謝 不管是長老教會 或者說我們這些比較前一輩的 這些原住民的先進 就把那個吳鳳銅像拉倒 這些台大的這些 這些搞心驚啊 類似這樣子 就是這些前輩們 他們這樣子在當時候的那個 90年代整個那個社會 算是從解緣之後開始的一個 一個社會的運動當中 這個也是慢慢影響到我 我自己 對我自我的認知跟了解 那前面有提到說 我來自於這個 所謂的商光社區 可是我們當地人 不叫我們商光社區 不叫我們商光社區呢 都叫我們什麼東西 環拉了 然後 當然會有一個很大的差異說 奇怪 為什麼你們住的是 你們住的是 假設類似的 你們住的是大慶社區嘛 你們住的是什麼 什麼什麼地堡豪宅 地堡類似這樣 那為什麼我們住的地方 我們也有自己的名字 我們叫商光社區 為什麼你們會有另外一個名稱 叫做環拉了 我是覺得這也是一種 對於都市原住民在居住生活當中 可能看來也沒有辦法理解 不是了解 因為曾經有一次有一個機會啊 也是請到那個 現在那個原住民電視台那個 原文會的那個坑斗是知道嗎 那個黃 黃老師 是嗎 做環境是誰 董事長 周慧明 對不起 周慧明 那個買藥 買藥這個老師嘛 他的名字叫買藥 然後他有一次請他來到我們這個 我是當索國小服務的老師嘛 請他來做一個演講的那個 就是或是廢話這樣子 然後他就提到說 我們原住民真的很辛苦 在公司裡面生活很不容易到 然後我就聽到有以下來那個漢男老先生舉手 我們漢男也是很辛苦啊 我們也是要繳貸款啊 我們要是要怎麼樣怎麼樣 我在當下我會覺得說 他可能真的沒有辦法了解 我們所滅掉的一些 不管是文化的壓抑 或是文化的這樣子的一個 被否定的這樣子一個過程 那當然他相對也覺得 你們辛苦難道我們就不辛苦啊 我們也是很辛苦的 每個月賺的錢能多少呢 我們也是要去繳房貸啊 那你們有罪名小時候 那麼多的福利跟那麼多的待遇 你們辛苦什麼東西 類似這樣子 我當下會覺得說 可能這個部分的歷史 跟這部分的那個過程 的確是很需要做更多的對話 跟那個彼此的這樣子的一個交流 我就覺得這個部分也是比較欠缺的 相對於說 那現在學校也都有教族員 學校對於這個所謂的校本課程 就是小學比較強調這個學校本位課程 那可能大家有聽說 或像譬如說 台東的那個 屏東的那個 法蘭族的那個校長 對他們在當地推動的一個 或是最近的那個 最近的一個校長也是在台中 泰亞族的那個 可能賓利亞部校長 對他在推動 這樣子就是校本課程 就是不管哪一個地方都是 會特別強調就是 在地的那個校本 校本課程 我也是在思考說 那經過了這麼多年 我們對於學校的老師 對於學校的小朋友 應該有更認識 這個學校之外的社區 或是學校之外的那樣子的一個環境 可是事實上很抱歉還實在是美 為什麼 因為我們老師現在所 所用的人還是教書啦 就是我們拿到課本 只會教課本的東西 雖然課本裡面有提到說 我們社區附近有什麼 土地公 我們社區附近有什麼 可是我們很少就是 帶小朋友真的去實體走訪說 我們社區這個教會 或是這個廟宇或是這個菜市場 這樣子的一個類似 一個更實地更深入了解說 當地文化一個脈絡的一個 一個這樣子的一個課程 我們還是在我們自己的 所謂的一個 象牙塔裡面這麼枝枝木木的教小孩子 對 這是我心裡覺得這次基層教育 也應該要做一個省思 跟一個做一個檢討 即使說現在很尤其要 所謂的翻轉教育 所謂的那個合作學習之類的 但是我覺得那都是太過於那個 還是沒有辦法更實際的層面 更實際的 像是一個對小朋友 比如說我們學校 算是有兩大區塊 一個是華東新村 一個是三光社區 那我就做 我一定會覺得很好奇說 那從一年級到六年級 甚至到六年級畢業的小朋友 他對這個社區附近 表現多少 搞不好他還仔細等 那個地方叫環拉廖 那讀了這六年之後 那學校現在對當地的這樣子 一個不管是都市民主義 或是對這個 跟我們一起生活這些所謂的左臨 右舍也好 他事實上好像沒有特別的一些 注意啊 或是特別的一些幫助 類似這樣子 就是說 最起碼就是他知道說 因為他生活的環境 生活的這個地區 到底他的 到底他的一個 一個文化的 或是文化的特別性在哪裡 或是他有什麼樣子 一個特別的一個社區的 社區的人口 或是社區的一些 特殊的一些 那個不一樣的地方 我想說 這是我自己一些 簡單的分享 跟我自己的一些感觸 那老師有提到說 那一本書的 特別的意義的話 我是覺得 其實對老人家來講 他們都其實很建議說 那個字都太多了 他們不像喜歡 就是那個傻姓啊 就是那個照片 要大一點又多一點 當時候也是就是訪問完之後 然後就是有受訪的人 就是送他們 就是回饋他們 這樣子做一些交流的時候 因為老人家他們覺得就是 的確啊 這世代差異也是有在這裡 我們會比較熟悉 所謂的漢語文字的 像這個描述的那個歷史 但是老人家 他覺得 他對於這個影像的部分 他比較有感觸 因為他知道說 社區裡面 有哪些人員 哪些東西 他們都比較了解 反而就是 好像我們在 在溝通跟那個 過渡當中 這也是一個很明顯的差異 那最後啦 我自己的解論就是 因為我現在也有 也有我自己的小孩子 那我也很 也很謝謝就是 我有這個機會就是 跟我自己族內的 做這樣子的風溫 就是我們自己的亞美族 那當然在都市裡面 其實普遍的這樣子的一個 原漢風溫其實也是滿多的 像我自己的家人 我是三兄弟嘛 我是台灣 第二個 那我哥哥的話也是取漢人 那我弟弟的話他也是這樣 他也是 他也是取那個台灣人 那換句話說 在我們家就只有我一個 就是自己那個原住民 這樣子的一個 阿美族的東風 那相對也就是 其他這個都市來講 其實也是很普遍 那換句話說 那像譬如說 我弟弟他的下一代 他怎麼認同自己 他到底是要認同 他爸爸是原住民 他爸爸是這個 所謂的那個平地人 類似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差異性 那可能也是後續 假設有這樣子的一個研究 跟那個討論說 其實也是滿值得 再去做一個回饋跟我們的形式 好 大概分享到這裡 謝謝大家 好 我們謝謝 曹波羅的分享 那剛好 Namor Napopachlan 剛好到我們當中 那我們就繼續請他來做分享 謝謝 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Namor 我的部落在泰巴拉 但是我大概快要出 快要國中的時候 就到台北生活 那我比較晚到 剛剛看到我從那邊進來 其實早上一開始我去參加一個記者會 那在談的是 誰去談光復節啊 然後 我很 其實我很訝異 因為我這幾天剛好在寫那個 林昭明的故事 在寫林昭明的東西 那大家知道誰是林昭明嗎 林昭明是林瑞昌的職者 然後他在白色恐怖的那段時間的時候 他們成立了一個叫做蓬萊民族青年鬥爭之久會 所以這個不…然後當然就是因為林瑞昌後來就 被槍殺了嘛 重點是今天為什麼要開那個記者會 其實就是跟這個國家的體制沒有關係啦 為什麼一開始從這邊切入 其實我本來沒有要特別要去提這個部分 那我把今天的這個都原的 都原的這個世代的差異 或是在都市原住民的這個脈絡 前面先做了一個定調啦 就是都市原住民在城市裡面存在 他並不是因為簡單的什麼工商業社會 或是一個經濟的一個拉力 驅使他移動到城市裡面 他真正的問題是歷史的脈絡 讓一群原住民無法在他的原鄉生存 以至於他必須要離開原鄉到城市生活 那原因是什麼 原因就是中華民國進來 中華民國一進來的時候 先做了什麼事情 先把原住民長年在這個島上幾千年來的 這個主權先剝奪掉 欺騙了國際但欺騙島上的所有人 所以他擁有現在這個島上的主權 這群人被拿走他原本生活模式 跟經濟利益以後他到了城市裡頭 到城市裡頭他必須面對 這幾代以來的所有的殖民者去培養的 叫他、叫原住民族更優勢的族群 他的生存的處境其實是非常困難 那這一群人到我本來一開始 那時候要提的是前幾年我做了一齣戲 叫做《誠實無言》 那無言在阿美族的那個講法裡面 叫做of-sah 就是沒有研發沒有味道的人 那就沒有研發就無言 那誠實無言的意思就是要誠實 面對你自己在城市的一個狀態 有一群人已經到城市裡面了 然後這一群人呢 他那個那一齣戲的故事裡面在講 其實他的元氣就是 使用的那個故事的材料 其實在使用的是西州部落的一個故事 那西州部落的故事那個雛形 跟很多都市原住民的生長的 很多的同質性跟相類似的生活經驗 譬如 我大概十幾歲的時候到城市 我西州部落到現在成立快要四十年 我也快四十歲 那他比我這個部落成立更少 也就是說我的爸爸 或是我的爸爸那一輩的人 更早就到城市裡面來 民國五十幾年的時候 1960幾年的時候 他們到城市的時候 這個國家在這個島上 正要發展一波的一個經濟的發展 為了像十大建設 他需要大量的勞力 大量的工作的 大量的勞力來到城市裡頭 或者不同的公共的設施上面的勞動 所以原住民就大批的進到城市裡面 不管是在公共的建設 或是私人企業裡頭 全部都在這裡頭工作 原因 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再來就是他在部落裡面沒有土地了 他部落裡面沒有辦法生活 所以他就進到城市裡面來 那有一群人呢 我的舊公 當初呢 到台北的時候沒有地方住 他們住哪裡 就住在繡廊橋下 跟所有的河岸部落的那種習性是非常像 因為發現所有的這些部落都在河邊 去群聚在一起 如果你是群聚的話 如果你不是住在那種集合式的住宅的話 群聚的話 絕對會找水邊 像那個瑞芳的 不是瑞芳啦 吉隆快樂山 那都在海邊 然後在汐止那邊 全部都在河邊這樣 那為什麼要這樣選擇 我的這種移動的方式 不只是我個人的需求而已 他還有一個集體式的一種文化 文化必然要 就是他要讓這個文化存在的一種趨性 我要跟我類似的人一起住在一起 所以我住在繡廊橋之後 不久就移到那個小壁潭 小壁潭就成了一個聚落 西中就成了一個聚落 然後大漢西那邊 什麼 台灣那邊有砍金部落 有什麼部落 浪漫的 這一群人在 這個統治者 忽視你 然後不照顧你的狀況底下 用族群的方式 用祖先教我們的方式 自給自足 在河岸 在城市裡面 這個聚落裡面 把自己養活 把自己養活這件事情很難 國家養活 我們都不一定會養得好 可是為什麼 用這群人很自然的 因為阿公這樣教我 然後很習性的 就自然就在一起的時候 他就形成一個部落的一個狀態 部落狀態是什麼 他跟原鄉有同樣的文化的 同樣文化的信 記憶 或是 使用同樣的語言 或是一樣的社會習慣 飲食習慣 或是 這種社會 社會運作的機制 小孩子通到部落不會餓死 部落自己會養活他 這個東西都比國家制度還要好 還要完整的 去讓這些河岸居住自己成長 自己自主 那 可是呢 我們卻看到 國家也好 或是 其他原住民個人也好 對 這群住在城市裡面的人 多所批評 因為 也許我們很早就到城市裡面 學習到很多的那種 比較是工商業的 比較 威力主義的 或是 或是 很資本式的價值思維 所以說他就對著這群人講說 你們不應該住在這邊 我們也有在工作啊 為什麼你們可以有一個地方可以住 應該很多人會這樣想對不對 憑什麼他們可以住在這邊 但是回顧我剛才前面講的 這一群人自給自主 在國家沒有利用任何公權力 而且不只沒有利用任何公權力 還用不同的政策 或是法律去破壞這群人 去傷害這樣的那個已經凝聚起來的一種社群的一個組織 然後不斷的被傷害 不斷的受破壞 然後他們又還要自己富裕 每年都要遇到颱風 西州每年都淹水 可是短暫的三天 他就可以把部落重建起來 比國家還要快哦 當一個國家無能到這種狀態底下 被人民的自己的組織取代的時候 應該國家要去賠償他 甚至給他更多的支柱 讓他去運作他自己的社群嘛 是國家的問題 那都元的這種城市居住 就是有這樣的狀況 我這個 如果我用這樣的角度去看的時候 反而是國家欠這一群人 欠這一群人 在他沒有再把國家的資源放在他身上的時候 因為他代替了國家 所以他當然理當應該 擁有他現在的組織 跟他繼續傳承他的文化 然後在他移動到城市的原因 是因為當初被國家剝奪了他的資源嘛 所以我一直認為都市原住民的居住問題 他不單單只是區域的 或是居住權 人權的這樣的問題 他還有一個脈絡 是他當初被國家的政策剝奪 所以他其實回頭去考量的時候 這一群人到城市居住 不只是 不單是群聚的一群 或是個人的居住權的問題 其實是民族賠償的問題 是民族賠償喔 是當初你從他身上拿走之後 他不得不才移動到城市 然後為了這個國家做各種建設 然後去 在深到很深的地裡面去挖煤礦 然後做鷹架 做鋼鼓的建材 做工人 做國家所有的公共設施的勞動者 國家應該是要讓這一群人 這麼可以讓我們現在享受到這些生活 都是這一群人的貢獻 可是他卻要剝奪他的居住的權利 好 這是第一個 我看到的原住民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民族賠償問題 然後在既然你來到城市之後呢 我就跟原鄉不一樣 國教政 除了國家政策之外 部落經常會遇到一個狀態 就是他有沒有資格成為部落 我的認知裡面 文化跟族群他本來就是一個常態性移動 他一直會移動一直會移動 他就是一種習慣 他當初中華民國沒有來的時候 日本人沒來 蘭拉人沒來的時候 所有的台灣原住民就在島上跑來跑去 他是這個自由的空間 他這個 在這個島 自由的移動 自由的遷徙跟居住照 離開他原本的住所 然後找到一個他更理想的住所 就這樣子 可是國家制度進入之後呢 這群人就沒辦法再做這件事情 所以一個移動到城市的部落 他是不是部落人 如果從部落的文化的那個價值來看 他既可以有部落組織有自己的記憶 他當然是一個部落 所以在05、05、05到08年那段時間 去參與河岸部落的抗爭的時候 所以一直提醒部落一定要去維繫跟母體 所謂母體就是原鄉的一種關心 因為畢竟的文化是來自於那裡 但是不代表說他可以去牽制你 或是決定你到底是誰 原鄉他的確有 原鄉的產出 他可以是一個部落的價值 然後也可以有部落的知識 我們都可以從原鄉裡面去學習 可是呢 在原鄉你其實也有非常多的那個狀態 是說有新的部落成立 那城市的部落成立 他當然也有資格變成一種部落 但是千萬不要跟原鄉斷了關係 所以在08年的時候 西州部落曾經試著 把部落所有的人召集 然後回到自己的原鄉 然後之後在瑞穗還是玉林 還是瑪丹 完成一次之後找了一顆石頭 回到西州 把那個石頭 放在他們現在要遷移 要遷住的上面那一個基地裡頭 講的就是連結啦 部落跟部落之間 文化跟文化之間 等於其實現在是會移到都市的那個部落的聚落 是一定要做了這件事情 那 所以他是部落 然後部落也有一些責任 要去跟文化有關聯 所以他去 他回到了原鄉 可是我們這時候去想一件事情 到底都市原住民 跟原住民族群 這種權利的關係 都是原住民的存在 或是原住民到底是什麼的時候 大家就很疑惑 我剛才會質疑部落的資格不存在 或是那都是原住民 是不是原住民 他跟部落的文化又那麼不詳盡 我的解答是這樣子 如果假設你 覺得貧捕族是原住民族嗎 貧捕族是原住民族嗎 所以大家都不要到這裡 是嗎 貧捕族群當然是原住民族啊 如果從主權的觀點去看這件事情 那為什麼主權 先不講說這個主權的形成是什麼 但是有一群人 最後他會變成一同 有一同性的 有同質 有同樣文化 跟生命經歷的一群人 最後凝聚成一種共同體 那個東西就叫原住民 所以貧捕族是原住民嘛 可是他可能在文化上面 甚至在他的語言上 他有他流失了 或是他程度上沒有繼續在使用這麼 這麼跟部落現在所謂的原住民族 這麼程度一樣的 哇塞 生什麼中啊 好 既然貧捕族是原住民族 都是原住民 當然也是原住民 因為從主權觀點去看這件事情 只要是 包括是原住民族的後裔 甚至喔 你不是原住民 但是你認同原住民 再透過一種門檻的方式 進入到原住民部落 在原住民族生活 這樣的人都是原住民 像馬智里 像潘文杰 他們都是白浪 為什麼他成為原住民部落的人 他竟然他被認同了 我們用的不是這種 現在這種中華民國的這種協統的制度 我們用的是一種 在部落裡面用的這種認同的方式 其實我準備有點太多了 然後回到這邊 既然大家都是原住民 原住民族在台灣的社會裡面 要面對的就是國家跟政策上面的 的這種壓迫跟這樣的處境 我們要去解決這件事情 那要解決這件事情 就不只原鄉去解決 城市原住民也必須要去面對這件事情 因為你在城市裡面 反而會更常跟不同族群接觸 好 城市原住民跟原鄉 我們常常在談的就是 他其實有很大的差異性 甚至有些城市原住民 或是像我 我的小孩子 他根本都沒有接觸過原鄉的文化 這些人對於原住民族權力的進展 有什麼樣的幫助 或什麼有什麼樣的需求 在城市裡頭 更需要的是去創造 更多的文化空間 還有時間 然後再來是 這個城市原住民族 他的優勢可以 他的資訊優勢 可以替原鄉解決更多的資訊優勢 資訊落差的問題 舉例來講 我直接講前幾年有一個 就是 自由軟體的朋友在做一件事 其實是對原住民族權力運動很大的進展的事情 我們政府不願去做 而且他看待原住民 城市教育 把城市當成原鄉 去教育城市原住民 這根本是兩回事 因為他沒有很特殊化去看待 原住民現在的處境是什麼 第一個 既然我們有很有資訊的優勢 我們要做什麼 你有聽過那個中文化這件事情 現在的全世界所有的原住民族 都在解決一件事情 我如何在語言跟文化上面 跟其他的強勢文化可以競爭 但是我在一般的社會 一般的現狀裡面 受到法治社會的其他沒辦法去做 就是沒辦法去競爭 這個的時候呢 突然有一個出路跑出來了 就是網路啊 或是其他的資訊那個科技工具 包括手機這些東西 這樣的相對於現實的理頭 它是沒有限制的 不被法律給約束的 不被社會給約束的 我們台灣原住民族運動 或是那個圓民會 卻不願意在這上面多一些施力 你們想像一件事情 Google上面已經有毛利人的那個語言翻譯 對不對 所以毛利的年輕人他只要拿起手機 他對著他講 他就可以翻譯給另外一個 跟他不同語言的人對話 這樣的事情就是在網路上面 他相對自由 所以他可以快速的擴展這些事情 國際上包括北美的原住民族 這個科技工具的運用 包括我們的軟體 我們的網路 已經有原住民族在四個再嘗試來做 就是語言革命 就是文化革命 就在網路上面去進行 想像我們的部落格 有50個使用台灣原住民語的部落格的携手 50個原住民語的部落格 可以創造不同的形態的創作 語言是用來創作紀錄碼 溝通碼 創作就是最後面 我們現在的語言讓它活起來的話 那必須除了要講之外 它在文書寫系統裡面 更要讓它有創造性的東西出現 就像中文裡面最後會有一些什麼外星體 但是語言是活的 才會有外星體出現 但是如果台灣原住民族語是死的 它就不會有死的原住民族外星體出現 你要讓它活起來 就必須要大量普遍的去運用 然後必須要在 所以都市原住民可以做到的 就是因為相對的資訊的落差較低 所以我們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去培養科技工具的這個知識 然後再來是城市原住民族的問題 這個教育的問題 包括語言教育的問題 我其實現在有點散了 因為你快要解決 語言教育的問題跟語言相對是完全不同 可是現在那個什麼 我們原民會的教育的方式 就是用一個看到紐西蘭什麼 沉浸式教育之後 就把同樣的東西直接移植在部落裡頭 但是要怎麼樣沉浸呢 我就是要把人丟到部落它才可以沉浸 但是你知道53%的原住民 像阿美族還有70%幾%都在城市裡面生活 只有30%在部落 我怎麼在城市裡面被沉浸 這種東西是完全不可行的 所以我們必須要用另外一種方式 去對待城市原住民 他需要學習的東西是什麼 那我們要學的東西可能就不一樣了 在部落可能碰到阿公阿嬤 我們就問他要吃什麼 可是在城市裡面可能會問你說 你剛剛下班了你要去哪一家 那種使用的語言不同 它特殊化的語言就是因為在城市的原住民 使用的語言不同 跟文化的環境都不一樣 我必須要重新去建立一套 城市原住民需要的教材是什麼 然後再來就是提供更多的文化捷徑的機會 然後我最後做一個結論 就是都市原住民的居住 居住是民族的問題 是民族賠償的問題 你必須要從這邊做好麥克風去看待 然後再回去談居住權 再來是都市原住民 它象徵的一個意義就是 過去80年代的部落主義 你回到部落之後 權力這個東西 發生在每一個原住民族的個人身上 它不僅僅權力的侵害 它不僅僅是部落被侵害 還有在城市裡頭 這個小孩子在學校上學 結果被受歧視 它其實發生在每個原住民的個人身上 所以都原反而更需要去參與這樣的這個權力的運動的進展 甚至去關心官員住民族事務的東西 因為最後活在原鄉的人一定是比城市裡面還少 那我們要負負擔責任是更多 我們可以做什麼事情 像剛剛那樣的各種東西的運作 就我們可以成為為住民權力運動裡面的 從過去的前線到側翼都可以 都可以 側翼的行為就是 我必須要做比較進步的 思考性比較前進的 甚至論述更多的討論的東西 這個東西不代表城市經營 而是現實的現狀 就是所有的權力侵害已經回到所有人身上 那這些人大多都在城市裡頭 我五倍部落給滋養文化 五倍部落給保護 然後權力受侵害的狀態也不在原鄉 好 最後就是 光復節是原住民族受難的 所以在原住民的心裡面 沒有光復節這件事情 都原也好 原鄉也好 我們都是一個整體叫做原住民族 它是一種權力概念不是協同概念 那既然都是原住民族 我們都要想 我們既可以享受族裔的這種優越 但是我們也要去付出我們的責任感 這就是多遠的 我不知道什麼定義 反正就是剛才零散的講了那麼多 因為沒有按照那個順序 我的分享大概是這樣子 謝謝各位 我們非常感謝敏諾 爸爸跟南莫三個人的這個分享 我們還有多長時間可以給大家來對話 我們照表定的話 好 是我們是晚了啦 然後我們後面是有茶序 這15分鐘的茶序 我想我們就茶序可以簡單用 我們就下一場開始 我們就從10點50開始 這樣我們就有20分鐘 我們東西是不是已經放出來了 好 那所以大家如果有一點 想要吃一點東西就拿進來 我們也先休息一下 大家就陸續去拿好了 我們就兩分鐘後 馬上就開始我們的討論 好 我們休息三分鐘好不好 好好 三分鐘 休息三分鐘 好 拿一些點 那現在就是讓大家來談 來 請 不好意思 我想請問一下 然後不管是到現在 那個就是你剛才有說就是 要給獨自原住民的教材 跟要給那個獨自原住民的教材 就是說這兩個因為他們的生活環境 他們有差異啊 所以那個就是 他們實際上所經驗的 跟他們實際上需要用得到的 那個知識也會有差異 所以就這麼一昧的 就把那些教材之類的 就直接不加修改 一個套用到獨自原住民身上 謝謝 然後可是 我在想說 現在那個獨自原住民就是說 有 就已經有實踐出一套 就是比如說像是 打招呼要怎麼打 然後那個就是說用主語 就是打招呼要怎麼打 或者是說那個一些 故事裡面的生活環境的時候 那個要怎麼用主語來表達 我認為他不是 就是不同差異性的教材 不是因為他的語言使用不一樣 就是語言使用都一樣 只是他可能都是原住民要 就是他要用的句型 或是他面對的事物 是跟原鄉不同的 然後再來是 這是教材的問題 然後再來是 都原的那個語言學習的資源 其實是相對陸入比較缺乏 所以比較缺乏是說他沒有在一個 一個比較充滿那個文化跟語言的環境裡頭 所以他不太可能用現在所謂 所謂在部落區做了一個部落學校的方式 在城市裡面成立 就可以解決都語言的學習狀況 剛才所謂的意思是說 那個正常以外的時候 就是說那個平常出現就比較不相交友 有 就是有用那個 就是說有用主語那個 建構出現就是說 可以實際在這裏面交友 我們用的語言是一樣 我剛回答你 就是說他沒有差別 沒有就是有一些像是 剛剛說那個在部落裡面 可能會不想問候 像那個吃過飯的 可是在部市裡面像是 一樣 一樣 就是 就實際上面 實際上面有辦法這樣子講嘛 所以就直接把它變成教材就可以了 是這個意思嗎 欸 把它變成教材 對啊 就是因為現在講到教材的話 那個如果說 如果說實際上面好像沒有人在這樣子用 然後那個就是 然後就感覺像教材生出來的一個東西 我就覺得你這樣子 那個 我的所謂教材也必須不同 是因為說差異性很大 但我們在處在不同的空間嘛 然後再來是都市原住民族 有各種不同地方來的人 你知道嗎 對 他要不要用同一個比較大家習慣使用的語言 大家是可以自己決定的 那因為是在城市裡頭 那這個東西 我只是主張說他必須去有一個認知 就是都員的教育他必須特殊 特殊化或是去建立到有差異性的教教學的方式 我的主張是這樣 原來是因為就是剛剛我所說的 我們並不是在部落裡 我沒辦法用那種部落的方式 然後去做學習 假設把我丟在部落裡 然後整個部落都講主語 我不會講 我必然在那種學習環境裡頭 我必須要想辦法讓自己講書 可是回到城市裡頭 我跟你講的是中文 我跟他也講的是中文 所以那個教學的方式絕對一定是不一樣 我不可能用同一套的那個教材 兩邊都教 因為他的原因是因為前提是因為大家不一樣 所以因為前提不一樣 所以我必須要分開這種教學的方式 我的意思是這樣 並不是說我在城市 一定要去創造一種新的理念 提諾牧書可能有一些經驗 可以講一下 我覺得是叫我們這樣的來交叉一下 好嗎 那大家的問題如果涉及到現在在問的 就這個時候 趁這個時候來談 管理都園的教育這個部分 那個教材或者是那個環境 那個生態環境 怎麼去營造 如果在座的朋友們有什麼樣的想法 就在那個議題上面大家稍微談一下 那這樣的話我們可以聚調 可以嗎 好 那就在這個地方聽說 老師來 我想大家好 我想你針對語言的部分 因為我本身在嘉賓服侍工作 所以基本上來講 你說都會區的這些原住民 他是不是會跟鹽鄉道地的那個語言 其實有很大的落差 那個落差的原因是因為在都會區裡面 他會從空的部落的語言會互相學習 像我這邊回到我的部落 我的部落的騎勞說 譬如你講的部落的話怪怪的 沒有什麼怪怪 因為我可能有打發弄的話在裡頭 可能有那個其他的 其他部落的語言 因為在都會區他是比較掙雜在裡頭 可是大家都聽得懂 可是因為在使用上 大家知道說 其實了解說 所以這個都會區他是比較 語言會變得慢慢越來越多元 他可能部落的使用的語言 可是意思一樣 發音可能不太一樣 所以會變得有比較多元 所以我覺得說在多元的整個使用的部分 當然我們可以有這些工具是很好 因為真的是來講 不像我那個時候 因為媽媽是有那個意識 知道說因為這個必須是自己要去認同 因為語言本身跟認同有關係 因為你不會使用這個語言 你無法去真的去 那個進入到那個文化的精髓的 因為他跟他的生活的東西是相關的 不是純粹是語言而已 是跟他的思考是有關的 因為你那個語言的意思不知道 你是無法去思考 用言住民的角度去思考東西 會變得有這個問題在 那大概我猜一下這個元 母語到今天原住民族有 我們先用族有 因為母語現在母親太複雜了 那現在族語這個概念 那現在族語這個概念 如果沒有教會 在部落一樣的會題 知道這個意思嗎 那到都會領以後 哪一個族群最早成立都市的元住民教會 那個也是唯一的一個族語跟文化母體的一個 延伸的地方跟傳承的地方 那樣的教會已經有好幾個不同部落在一起 所以怎麼好像又是打法洞的 又是我們喜利達賽的 然後又有什麼台東的 好像混在一起了 但是這就是新的文化生態環境 那在教會裡面 現在變成教會你的角色 如果延續那個過去的語言跟文化的角色 那麼我們還有一點點機會 那我可以這麼說 那如果要在學校 因為學校學生背景都不一樣 那到底要怎麼去做這件事 大家可以有更大的空間 但是因為教會的這個資源 在整個國家的原住民政策推動的過程當中 到底我們要把這個資源 放在哪個位置裡面 這是我們要認真去想的一個問題 那我就先把 老師請主書人不能講幾座話 我可不可以稍微把這個問題 導給喀帕老師 因為喀帕老師是在戲子這邊 三光社區這邊成長的 所以自己經歷了 剛剛跟庭諾穆斯一對比之下 自己的母語沒有機會這樣學習母語 那相對的 那現在是張樹柏小老師 我在找資料的時候看到 張樹柏曾經有一年 他的安美族學生超過兩百人 所以其實是一個需要做事的位置 而以喀帕老師自己的背景 應該是有所感 那可不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就是你怎麼看你成長那個年代 跟現在你作為老師 其實手上東老師有點力量的 這樣的年代 你覺得不管是語言 還是原住民意識 或者部落意識 安美族意識的學習跟傳承 可以怎麼做 或者有什麼很大的困難 學校這邊其實就是 當然就是會提到就是 原住民身分的那個特別性 就是當然 學校當然會看到小朋友的 這樣子的身分的特別性 相對以前來講 就是比較算是肯定跟那個支持 所以學校也會成立一些 像原住民的社團 最近這幾年 有所謂的棒球隊的成立 對 那對於說 我們這一代來說 我們這一下一代的小朋友 他們在從學校教育這邊 到底對於自己的文化的了解 或是對自己文化的認同的部分來講 我是覺得就是 比較實際的意思就是 我曾經就是有機會 就是聽小朋友回家的時候 他回家的時候他唱的歌 是我們自己安美族意的歌 我就剛下午就心裡就覺得 哇 好感動 就是我 我小的時候都沒有這個機會 就是我回家的時候 高高興隱的 所有人快快樂的上學 然後你們兩個回家 類似這樣 就是說他快快樂的回家的時候 他是唱著阿美族意的歌曲 回家的時候 我想說 那這個文化的部分 對他來講 真的是有一個扎根的一個 一個作用在身上 那當然說 學校這邊到底能夠做多少 其實事實上還是很有限的 那就我自己來講的話 應該最主要的那個重點 還是在家庭的部分 像我自己有小朋友 有小朋友的話 我覺得學校課業真的很重 我都沒有辦法 很有這樣的時間跟機會 都跟他做這樣子的溝通跟交談 那相對於我這社區的 這些哥哥姊姊 做這些比較算是勞力的工作 朝九晚五的工作 這些哥哥姊姊他們 那他們相對於他們怎麼樣子 幫助小孩子 譬如說學校老師他會要求說 小孩子每天要讀一本書 那我都覺得我自己都有點困難了 那相對於這些勞工節節的家庭 他怎麼可能 一步來就是每天要讀 可能小朋友讀一本課外書 然後跟他念 跟他談 所以是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當然學校盡量能夠做這樣子的協助 跟方式的時候 我是覺得對於原住民來講 就是他能夠透過這樣子的一個 比較肯定的環境跟這個氛圍 就像對於我那個成長的年代 那樣子的一個狀況 其實是有一點不一樣的那個 這真的是有點改善 或是有這樣子的一些轉變 那大概有更多需要某些地方的面向 那大概是這樣子 好像不容許我們再繼續提問題了 因為時間已經在舉牌了 所以有沒有讓一個人講話 在一個人那個好像不說 感覺到不平安的 交給下一場的 來來請 郭老師在這邊 郭老師在這裡 他是語言的專家也是傳播的 那又是教育 那請你可以以你作為一個 不分家的經驗 你好 來喔 你好 郭君卡 我來阿美語撥好了 不好意思 除了這個 那麼多而已 那我就是 可是我現在在學那個 就是阿美語的那個語言符證的時候 我就是看到你們在講的 跟我在華麗園學到的 就是有點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你們說那個 因為現在就是 現在台灣還是有那個 考試的壓力 就是主義認證的考試 還是分無阻 就是五個房顏 就是海安阿美 男士阿美什麼都 中士阿美 然後就是 那就是對都市的小朋友來說 這個會不會比較困難 因為他們可能分不清楚 就是考試的時候 出入圓上的考試 怎麼辦 會不會 remplirтов안na 一些的困難 他說 一樣的問題 補充 補充 不要結婚生姿喔 不會 那個杜老師 我剛才講到語言的問題 還有皮諾牧師 還有我自己時期的經歷 就是說 都來自不同的部落 或者方言別 但是因為太複雜 不把讓學生 我們學習語言的那種 那個結婚的不多 有沒有可能在都市會形成 各族群變成統一的一個語言 那這樣子的話在教學 就不會那麼困難 而且對認同度 會在延續性反而更強 對延續性反而更強 好 不容是討論 沒有時間討論 那留下再多問題給大家去想 他自己等下回答 那現在是這樣的 我們有家庭的成功的經驗 我們有教會的工作 現在學校也在做社區 如果我們比較集中的社區 那這個如何去引造 所謂可以學習的那一個空間 那我們就交給教委部跟葉明慧去想 好 時間到了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來 各位童老師好 然後童院長好 各位各位朋友來賓大家好 今天很高興我們接續著 前面一場論壇的主題 那這一場我們基本上我想要討論的其實就是 都市原住民的議題 那主題是加在都市與原鄉之間 那我想對這個議題其實對當代 尤其是我們在台灣已經有超過半數的人住民的朋友 尤其是年輕人都已經到都市移居定居 然後有各種不同形式的一種居住 然後怎麼樣去維繫跟原鄉之間的關係 那種新的認同或者是衝突 其實有非常非常多的議題是可以討論的 那我們很高興今天可以邀請到三位來賓在這邊 那我們第一位是伊薩克阿富 我想應該大家都認識他 是不是 伊薩克阿富現在是原聖秘書長 他這個職務祖帆不及貝宅 那其實都長期都是在關注我們這個原住民的事務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先請伊薩克先來做一個發言 那我們接下來今天的第二位來賓是一守大學的 尤天明 尤老師 大家好 是 那尤老師是在那個觀光參與學院的原住民專班 那對這個當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基地 那尤老師基本上在這幾年其實也是一直在從事這個原住民的 其實還有很多的這個行政跟政治上面的資歷 那應該算是剛開始轉進學界 一直我們學界成的新學 好 那最後呢 是我們也是非常熱騰騰一些出爐的 政大社會學系的博士楊世帆 楊博士 那楊博士當然我想他除了這個比較一般性的關注我們原住民 他其實自己也做了關於這個阿美族等都市原住民的研究 所以我想他等一下會應該是會共談很多關於他的研究的一些個案的一些觀察 好 那我想主持人的工作其實就是把三位與台人介紹出場 那我接下來就不再用大家的時間 我們就先請薩克先來做發言 謝謝 主持人洪老師以及各位來賓大家早安 早 很抱歉因為今天早上匆匆慢慢從嘉義堂過來 所以來到這裡有一點坦克 所以可以遇到這麼多的先進跟朋友 我想針對整個都市原住民的議題 其實我們目前就是我們都知道說目前涉及人口已經超過50% 那大家要知道就是超過50%這不是一個禁止的數字 大家要知道現在每個月還平均比1000人的速度 就是我們目前從人口的流動來看 這麼我們說嚴重也好 或是這麼巨大的整個人口流動 對整個數群來說 就是說其實不一樣於過去所謂的 過去非常龐大的像遷徙或是在 我們可以用比較嚴重的一個名字叫 就是流亡的這樣子一個方式來去形容 但是我們來看到台灣針對都市原住民 因為這邊還好有我們圓民會的長官在這裡 可以也來進步說最近圓民會的相關的 對都市原的政策的目前的一些想法 因為在大概十幾年前 我們也是在呼籲政府就是說 是不是能夠來開始制定 而且是針對都市原住民的相關的一些政策 有更多的一些比較物體性的政策出來 而不是只是依附在所謂的福利政策 或是一些多元的 我們看到多元的整個人口數的極速的增加 並不是在1980、190年來 是阿扁開始執政的時候 才開始快速的 有所謂的都市原住民的整個人口的流動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當時台北市的福利各方面 在全國來說都最好 比如說教育也好 或是幾乎像住宅也好 幾乎是全國最好的 所以當時我們就看到這個 當然這對都市原住民的整個照顧相對來說是最好的 但是呢我們會發現到一個現象 就是造成一個部落的空洞化 那我們當時用一個臨時的形容 這個叫做福利自民主義 福利自民主義 我們覺得這是雖然對都市來說 它是一個對我們在都市邊緣 在都市地層的原住民可以有比較好的照顧 但是我們發現到它反而對於我們將來要推動 水原住民主制製 如果原住民制製是唯一的活路的話 其實它是一個 從目前現階段來看 它是一個比較水負面的人口的流動 當然我們也知道說 因為在前一場是有第二代的原住民 在都市 其實他們有新的想像 因為我們會有這樣的焦慮 其實第一代的都市原住民 在想像的福利也住民 但是我覺得目前新生代 或是第二代第三代 其實他們對都市原的所謂的認同 或是對都市原住民的想像 其實跟我們第一代 我們第一代擔心的就是 可能我們最清楚的都市原住民 第一個就是建議 第二個就是居住 過來做教育 還有就是他的認同 那我們以為認同是一個民眾的東西 比如說是右上主語 在都市裡可能講的幾個不多 所以在教會裡面才會有更多的機會 但是我們會發現到說 雖然他們主語聽起來就有那個 但是奇怪呢 現階段反而他們的認同度 比我們以前想像的還要強 那我覺得回到部落也是一樣 就是 回到部落像我們這一代 就是這一代 可能很多人古調都不太會上 但是現在新生代 特別是剛剛升到那個所謂的年齡階層的人 他們的古調現在有一種 所謂的新古力復興的產生 就是很多我們這一輩 因為我們大概他們 我們這一輩的新生代 現在特別是從最低階層的大概是20歲 大概18歲到25歲 他們唱的那個國家非常的道地 非常的道地 我們都不太敢相信這個是他們唱的 因為我們這一輩也不太會唱 因為一定要特別要有一些光環的 那些人才能夠傳上的行為在過去 但是現在我們發現到 因為整個目前特別是數位文化 或是目前整個 特別是有一幅新的一個 對文化本土 對文化摩土的認同的一個趨勢 反而有這樣子一個 我們所想像不到的一個現象的產生 那我們看到這個現象 其實我們看到台灣目前的 如果都市原住民的設計 能夠超過50% 但是好像還沒有針對都原的政策 有比較清楚的一個制定 這個如果都是我不要講 除了跟那個圖的人 可以來做一些修正的補充 就是我覺得現金上不關 因為他只是用一個所謂的五年計畫 是不是 應該是 目前還是 我怕講錯 那這個我們一直不斷呼籲 但是這是一個兩難 你知道嗎 因為原住民的屬正與機關 當然知道我們的發展應該就是在剝落 如果剝落不發展 那人口會大量的流動 所以這是一個兩難 但是目前涉及人口已經大量的移居到都市 但是如果我們的整個經費 或資源相對的整個政策 如果沒有更多作動在多月的話 可能會造成更多 像這個像以前我們 比較多討論到文化貧窮 那整個現象 那所以這是一個兩難 我覺得這個將來 特別是任何一個主政者 可能都要去思考的一個議題 那在我們就不再講一講 因為可能太多了 那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我覺得有幾個現象 我覺得是有一些數字可以讓大家來看 我們涉及人口已經很多了 但是大家有沒有想過 第一代原住民都原 就是我看到一個數字 而且是前一陣子 大概是去年的一個數 統計數字 我們發現到原住民原漢通婚的比例 在都市是42%比例 就是第一代的都市原住民 在部落跟原漢通婚的 大概是14% 這個比例來看 那第二代都市原住民 原漢通婚的比例 58% 那我當然不是反對說他們原漢通婚 但是他們下一代的文化認同的問題 屬於一個傳承 這個下一代怎麼辦 而且這個58%之外呢 還有原住民不同族群之間的同婚 那所以他就知道 在都市裡面族語要傳承 或是說同樣族群的爸爸媽媽 還不一定能夠交族語 不同族群的爸爸媽媽要交族語 要傳承族語 那困難度就更高了 他的爸爸媽媽會開始 是乾脆都不交了 因為他會混亂 就乾淨 就是一般普通話 就目前我們會有 我自己觀察到的這個現象 那當然我們知道教會也是很重要的 但是呢 目前在都市原住民的教會 其實使用族語的教會也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那跨原住民族群的教會 你要講各族群的語言更不容易 其實這是剛才我們 剛才童院長還有提到的這些現象 其實都已經堪秀了 都是我們想像中那麼樂觀 那到底怎麼去形塑一個學習語言 屬於跟化傳承的一個空間 這個是我們將來可以發出想像力的 所以這次論壇我覺得 我們台大人類學習辦一個活動 或是我們很多研究中心辦一個活動 我覺得很有意義 就是大家都忽略掉這些話 而且呢 大家在思考都市原住民 只是從第一代的研究去思考 多元的問題 應該有第二代 他們會有新的想像 因為他們的論壇 跟第一代的焦慮不一樣 第一代的焦慮可能他想像就是他的舊劣 想像就是我還能不能再回去 回到這些偉鄉 但是絕大夠數是大概很不確的 因為國畢已經不夠分了 在服務裡面沒有他的產業的厚度 可以留住的 大家知道嗎 我不曉得這個我自己問的 目前人口呈現流動負成長的 你知道在山地縣有兩個鄉 我問過那兩個鄉的鄉長 其他大概是大量流動 但是有兩個鄉 他們呈現不成長 如果猜測的話 我就請那個唐老師來個請問 為什麼他們可以 那個人口流動不成長 這兩個鄉 為什麼他們可以不讓人流出去 因為產業夠厚 產業夠厚 他們的就業人口各方面都可以在那邊 那答案呢 我們最後才揭曉 那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當然我們會一直鼓勵說原鄉 看到那個土地的流失的速度也是非常嚴重 所以可能將來會遷徙到都市的年住民 會越來越多 上一輩如果把土地賣掉 或是那個主居的房子賣掉的已經不少了 因為他為了我們 因為有一些年輕一代的兒女 第一代的原住民 為了他的可能想要做小小的生意 結果因為經營不上 把這個房子賣掉 這個我們都遇到很多的例子 那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就是目前的都市原住民 其實很值得我們去思考 當然都園的原住民所遇到的一些問題 剛剛我們因為時間忘記就不在過輸了 那目前就是還是一個問題是 我們都園的原住民政策是屬於福利自民主義嗎 或是都市原住民的 所謂的都市原住民政策是 都市原住民主的政策 還是都市原住民政策 那這兩者可能我們在都園在推動的時候 其實它是有一個困難 那因為我們就在都市裡面 他強調的是個人族式的 特別是我們知道目前這個現代國家 特別在都會可能要形成一個族群 或是部落的認同其實是不容易的 那除非是阿美族 其他族群 那因為阿美族 因為他還沒有在那麼高度發達的 都市化的社會的當中 他就來到都市了 而且阿美就是很喜歡封頭目 又很喜歡辦封年紀 我們去南非也有封年紀 金門也有辦封年紀 那表示他是一個群聚型的族群 那其他族群 因為他們屬於不同社會性質產生的成長的 所以他們可能很強調他們個人式的那種英勇士忌 或者個人的奮鬥 那他們之間的連結度 可能需要有一種不同的社會連結 來去組織他們 但是目前在都市裡面 那個都市認同強度 比較強就是阿美族跟排灣族 我所遇到的 排灣族 因為排灣族長期在都園 在都市長期被阿美族欺負 所以他們已經醞釀出 他們要開始團結的那個 是不是有點 照顧 那所以這個就是說可能是 因為大家喜不喜歡都市的封年紀 我們都覺得高度觀光化 或是覺得那個綜藝化 義樂化 但是都不重要 我覺得就是阿美族第二代他們怎麼參與 在那個活動裡面 他們就覺得他們有認同感 他們覺得 當然有一些 有一些人也不以為然 因為他今天不是在原鄉 是在都市 都市跟他們聚在一起 然後聽到原住民的歌 等到能夠跳一些 覺得似不像的那個原住民的舞蹈 或是用所謂的那個什麼 那個唱盤 或是那個唱劇放在音樂層 那個跳的原住民 那麼有關係 因為他可以強化他 可是在那裡 因為在都市裡面 其實這種的 我覺得搬越不越好 雖然看起來有點要消費的 但是我覺得 杜洛塞他對年輕一代 是有幫助他們的音劇 那我想因為在長期以來 都市原住民的整個學術的研究 其實都是被複裂的 那比如說不管是在學術界 當然長期有人在做 那而且我們覺得在目前 兩大政黨的政治 也複裂掉這一環 不管是藍的、綠的 藍的都還沒有形成 綠的我們看到 當然他有一些 比較屬於轉型正義的一些 異議跟內涵出來 但是還是複裂掉都市原住民的 比較強調的 看過的一些政策 而且呢 我們也從 預算的整個結構來看 就是有很嚴重的 也就是原鄉跟都聯之間 有很嚴重的分配的 不均的問題 當然我這個問題 我們應該也稍微討論過 這是兩者 因為女婚的業主政策 希望將來是做偏重自治 但太偏重都園 我們就發現他們 就寧可做的都市 那這兩者看怎麼取得平 這是我們將來可以討論的 那如果沒有做一些很 我們知道目前是六都 其實六都的原住民的性質 其實有他一樣的地方 那據我目前所得到的資料 只有兩個 就是兩都 就新北市跟台南有做過 針對他那個市裡面的原住民 做過一些比較深入調查 跟政策的擬定 其他的都市都要忽略掉 好像目前台北市也在擬定 就是對於台北市的原住民 目前做一些比較深入的一些調查跟研究 雖然有些比較多是一些量化的 但是可能將來會讓他知道說 各個子小市的原住民 他們實際所面對的問題是什麼 實際的問題是什麼 而且在我們都市原住民 我覺得有幾個現象 在將來我們有沒有可能 就是我記得因為我們在推動成立 在阿扁當台北市長的時候 我們也參與在那個 他的所謂的聯名會的籌備小組 當時他有提出一個政策 就在籌備當中 提出一個三一支 剛才提到的都市 這是好像沒有自治區 那其實在都元也是可以推動自治 而且我們知道自治就是有屬地自治 跟所謂屬人自治這兩種不同 但是如果完全屬人自治的話 這種自治 我們知道它是一個空洞的假的自治 但是如果在都元怎麼辦 就是因為你有土地 那有人說阿美族能不能自治 當然可以自治 我們可以屬於那個離島式 那個島嶼式 因為我們可能那個所有權 不是一直壞 但是一定要有這種屬地自治為主 然後屬人自治為福的一個想像 那將來會怎麼走 我覺得可能更需要就是 就是我們在都元裡面的第二代第三代 一同來參與 那因為大家有提到就是族裔的傳承 那居住的問題可能也是我們怎麼去處理 因為我記得就是 我們大概20年前 關心三一部落的原住民 那關心到現在我們覺得 那個壓力還是滿大的 就是那而且我們覺得 有些現象我們當然在媒體上不一定會講 那這個部分整個住宅的問題 只是那些所謂的 那個河岸部落的問題而已嗎 那其他的 譬如說廣大的上居在都市 跟裡面住的那個建築問題 怎麼去面對 那文化的傳承 還有整個就業問題 其實這個大家都很清楚 那這個怎麼形成一個更好的 就業的這個安全體系 做我們將來可以區區的來行論 那其他的資料 就請大家自己來看一些相關的資料 那我先停在這個地方 謝謝 非常謝謝伊薩克 他當然點出了很多 我們其實在都元 一個是都元一代跟二代 二三代之間 其實對於都市的想像 還有跟元鄉的關係 那個認同其實是會不一樣的 然後他也點出來了 那到底是這個政策是都市原住民族 或者是都市原住民政策 尤其我想在現在台灣明年1月 就要有總統大選這個時候 然後我們也看到國民黨 換了一個新的總統候選 或許希望會讓這個主要政黨 在總統選舉上面能夠在政策上面多用點心 因為我們本來看到說 今年接下來這個選舉 好像是一個沒有政策的選舉 那或許在這樣的一個情勢之下 是不是說我們其實 把我們關心的原住民還有都元的議題 是不是能夠進入那個總統選舉裡面的一些政策上面的訴求 我覺得或許在這個時點上 也是大家可以努力的地方 那剛剛當然比薩克他也點出來幾個 他認為在我們討論都元這個議題裡面會面臨到很多問題 尤其是這個文化然後語言傳承的問題 然後還有我們的 也有很多更現實的在都市的生存 居住就業 甚至於是這個小孩子的教育等等問題 那我想他就是就是說 這樣子點出了這幾個面向 我想這確實也是有助於 或許我們等一下大家再討論 還有我們一下兩位講者 我相信也會有很多議題是跟這些面向上面 都會有同步的地方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請劉天明老師來做發表 謝謝 好 我是楊光老師喔 前主委 楊博士喔 有主命 大家好 我是楊光博龍 研究 剛剛那個主委有特別交代說 如果你沒有阿美族經驗 千萬不要來講阿美族 還有我們阿美族經驗豐富啦 因為我們奉行人類學的同吃同吃同老做 差一點點 to marry with each other 抱歉沒有啦 沒有辦法 所以我永遠帶著這個阿隆富 這個經人帶 永遠告訴自己 既然取不了阿美族 我們就有阿美族的研究做事業 好 很高興今天有這個機會喔 來這邊 我們就按錶操課囉 那我的題目曲是三元之外的跨元 加在都市語言相當之間 好 那我們來先看哪三元 早期我們都說的三元 早期最早叫三包啦 三個三包 三地三包 五地三包 跟這個都市三包 後來就更名為原住民 那時候感謝前主委在亞民商那邊有衝刺 撞了那個國民大會之後的83年 改成原住民 那按照原民這個原住民法的規定 這個現在很多人在抗議 尤其是那個平地原住民這個部分 要登記才能把它登為平地原住民 所以現在的拼補圖 因為當時不知道怎麼登記 都丟掉了 所以可能就沒有辦法撐 但是按照現行的法規有分這個 那這是身分別 那都市原住民是區域 因為他搬遷到區域 所以原民會的在原紀法裡面 他是說這個是最廣義的啦 最廣義 因為你會跟我說 那搬到那個彰化方院的 算不算都市原住民 那個方院 包包比花蓮寺還可憐 沒有好樂底啊 那算不算都市原住民 那可是那是最廣義的 就是離開了五十五個原鄉的 我們就把它當作都市原住民 這個是最廣義的 那我的定義是說要設計 設計在都會區域 而且要常住 設計要常住 有的是設計不常住喔 像比薩克他的家裡很多地 他常常會回去喔 所以這個也不常住 他就算設計在這邊 他常常回去 那到底算不算 我們現在來討論啦 OK 這是我的一個概念 在都會區比較多的三個組 阿蜜斯 白碗跟阿彥恩 那在原鄉跟都市 其實它是會走動的 它不可能不走動嘛 不像大陸的那個城市少數民族 它比較麻煩 因為大陸設計很困難 不像台灣 想像你之下中華民國好像好一點點 你看一下 我把那個UIP 就是這個交接UIP 就是Aband Inish People 這個是什麼人呢 這個是知道自己是原住民 可是他可能通關了好幾代了 或者是爸爸是阿美族 媽媽是排班族一直在打 到時候有那個認同差異 但是他知道我是原住民 因為我有交過這種學生 我問你新原住民是你哪一組 我不知道 我知道我是原住民 因為剛才有在講語言嘛 其實對你不是第二代 第三代的小朋友來講 阿美語就是第二外語啦 就是要講通話的話 就教英文就好了嘛 然後第二外語 所以這種加起來的話 應該叫都市原住民的概念 這是一個概念 但是是會移動的 所以都市原住民 像我們剛才前面的講者說的 都市原住民的人數會增減 增加 增減 好 那麼從過去到現在是一個exo 然後人數是y軸的 都市原住民有什麼變化呢 有一種叫季節型的都市原住民 這是最早期的 這是什麼 哪裡的都市原住民 就是復興鄉跟烏來的 他們打工 那個比如說農網 水米島砍完了那東西可以砍 就下來砍涼米山的草 這種的 或者下來打林工的 但是他會回去 就像這樣農民工這樣子 那很少 不多 那算很少的錢 再來就是旅居型的 就是像牧師 我們這樣一直搬上去 先到瑞芳沒有煉灌可以採了 就去基隆去補雲 沒有魚可以採了 我們就爬陰架 沒有陰架可以爬了怎麼辦 就組合東勞作社開始掃地 這種旅居 當然就是定居了 定居再下來 我研究討厭的都市阿美族的時候 定居有大概有四個理由 第一個理由最重要 小孩子要讀書 我戶前面放在那邊沒有辦法 第二個要買房子 第三個那個港戶的壓力很大 我以為某一個 我的同階級的人買房子了 唉唷 怎麼 我也要貸款買房子啊 加那個工產的壓力 最後一個就是你相不相信 有平地人拜託你設計 為什麼 因為你設計出那個村長 里長要選的時候 你房是最關鍵的啊 那個在很緊繃的時候 那個原住民比較可愛啊 可以那個相信 因為原住民比較誠實嘛 說答應就是答應就是口罩 想不想你就是有這種狀況 他就設計了在這邊 再來就是在地型的 什麼叫在地型的 你去看那個阿美族喔 你去看他身分證前面有H的 A的 B的 就在台北生的啦 桃野生的啦 這種的阿美族很多 欸我不曉得剛老師走怎麼樣 剛老師搞不好也是H A或B 這種的 但是如果你去看泰亞族會不準 為什麼 因為台北有烏來啊 桃野有復興啊 那個H的 所以我們就以阿美族 阿美族是最顯眼的例子 因為太氾濫了 我要死幾萬人了 OK 我們看那個季節型的 陸式原住民是這樣的 大概就是這種狀況啦 還是以那個臨近附落的 臨近附落 你看我們從復興這樣就不知道 他一下子就知道 大西八德桃園 所以這個比較靈心式的 這個很早期啦 大概是五十年之前 大概是這個主題的之前 他們就陸陸續續續 四十幾年可能就再下來 這個是我們認為的第一代的大宗啦 第一代的大宗啦 那前面以上可以講了 多萬人都回不去了 但是有一種人可以回得去 就是那個家裡有保留地的 或是在都市當警察的 回去就當村長的 因為有寧比退休金回去嘛 那我選 然後這種人 就退休 但是阿美族都留下來 為什麼阿美族都留下來 這都早期 早期的那個 我們看我們的同胞 這些都已經 已經做那個法規法義了 都已經那個 都定居下來 我給各位 要給各位看這個圖的狀況是 你看喔 在民國慶八年的時候 巴格那時候還叫巴德祥 那時候的平地沙高基 超過一千五百個 那個時候都是阿美族 那所以這個就看得出來 那個時候阿美族 陸陸續續來很多了 陸續在這邊來很多了 那個蜂擁而至 那右邊這邊是 瑞欣博仔的那個他們公民 他們以自己一個聚會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可以感受到 為什麼我們把設計 當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雖然設計戶籍在故事很簡單 但是這個要搬戶籍過來 是心中那個掙扎 就待會兒我會講 就是那個家在哪裡 那個認同那個 那個是一個很嚴重的 一個概念的問題 再來就是在地型 這些小朋友 你看開始學阿美族 然後人家在家 這個全部都是H的 這分之知道看 你看在已經以當地的禮 作為自己聚落的豐年紀的 那個禮長也說 你們怎麼沒有辦今年 他覺得很奇怪 應該要辦啊這樣 你看那個連那個禮長都會拍schedule說 你發言喔 你們要辦喔 然後這個是坦津 Sawas那邊的 所以已經以在地了 所以這個這種的第二種 第二代第三代的怎麼辦 對啊 他應該是有別於他的父母輩的 他已經回不去了 因為他是習慣在叮咚長大的小孩 回去沒辦法聽到叮咚的 要怎麼辦啊這個 就是這邊的小孩 那你要怎麼去處理他們 OK 好 這個是我做的一些人數的 各位可以看喔 從2007到2013年時間不長 大部分就是七八年的時間 你看台東跟花蓮的阿美族 人數幾乎沒有什麼成長 但是你看西北跟桃園的 那個是同勃發展 就像我們前面講的 一千一千這樣流出去 那這樣的狀況告訴了我們 原鄉真的是以阿美族來看的話 越來越少 人越來越少 所以將來未來會被花蓮 台東那個會取代 那像現在 新北有三個阿美族裔 在那個我們的那個桃園 也有三個阿美族裔 所以這個也非常的多 然後這個人數也非常的多 那為什麼住在都市是一個必然的 我有幾個概念想跟他分享 第一個就是首席 那這個首席是像我們這一代的 我是十八歲才離開家 到台北讀書人 也慢慢再十幾年在台北 也慢慢去首席了 首席這樣的一個活動 所以回去之後會有點哥哥哺乳 所以我每次回到部落的時候 人家都說因為這台北比較久 回去都叫我小白阿 可是因為回來說我們怎麼變黑了 所以我可能去首席這邊的黑 不過也進到這邊的反 再來就是就業 所以這個是大家真的是沒有辦法 因為這個就業的關係 你沒有辦法回去 最後是認同 這個有兩種認同 一個是城市認同 這個很可怕的城市認同 當你習慣喝星巴克 你就沒有辦法喝心底咖啡了 咖啡用 這個就是認同 品牌認同 都市有一個很大的吸引力 就是那個 就是覺得很奇怪 那個 但是這個認同又沒有辦法講 認同就好像發誓了 不準啊 就是跟他們說我愛你一樣 對 那個沒有辦法測量 但是他就是有心理那個 第二個認同就是 他本來就住在這邊的那個認同 就是那第二代第三代 他怎麼去認同那一邊啊 他一定是認同這一邊啊 這個怎麼辦呢 就變成住住住上 好像是一個 不是歷史的偶然 變成一個必然 你說人會越來越多 你看 五十多年前 我們的法律在西門町也是這樣照相 五十年後 他們多一點點 他們再上卡拉OK了 他們越來越習慣都會學 那個時候還是很害怕緊張 怕人家說他們是華納 但是這個時候已經是你說我話 不要緊啊 就已經這樣很開心了這樣 就是他們已經慢慢的習慣了 都會去的氛圍了 那你叫他們怎麼回去 再來就是那個回去的困境怎麼辦 怎麼解決 這個就是我們最大的 台東東海岸的都欄部落 你看怎麼拉監察啊 拉中橋什麼的 只有那一天 部落的年輕人最多 因為封煉季啊 結束咧 回到這邊老人遺骸加一條狗 在等那個老人家 老人家在等什麼 薰尾醫療 老人家薰尾醫療在等啊 為什麼薰尾醫療的時候老人家特別 因為那個阿妹祖醫生會講阿妹祖的話 很多老師那個老人家不是病痛 他是拿信給他所謂 寫中文他不懂 叫那個醫生翻譯給他們訂 就這個時候 這就是部落啊 那怎麼辦 部落什麼狀況 第一個 對我們而言 台湾可能回去部落就變陌生了 長久都在都會去那個習慣性啦 再來就是經濟的考量 雖然剛才G-Xaq有講說 那個有兩個是副成長 我猜一個應該是蘭嶼啦 蘭嶼應該是副成長 因為很多筆電影過所以在開門學 再來是那個所學啊 我們很笨啦 沒有學的回去到部落都沒有辦法用 怎麼學不是人文喔 我是唸民主學的 我就要說什麼 說文史工作者嗎 對 文史工作者是文史調的那種 文史工作者 有些就這樣文史 文史的啦 好 再來你看看 我們以長邦部落的案例為例 我在研究的時候我們發現就是 這個部落三分之二都到都會去了 他們要半封年紀的時候 部落的老人家打電話 約好那邊的時間 都去請假喔 才能半封年紀 三分之二 因為三分之二 老人家怎麼半封年紀 不用怕半封年紀啊 所以以這個狀況來講 如果假設全部都去了那個部落 就變那邊了 就變光光區了 就只能進去的時候 就沒有辦法去看到這個部落的狀況 所以部落有這樣的困境 所以回去要怎麼辦呢 我想我們大有回的 我們長官約明會長官在這邊 應該會有一些政策的想法吧 好 這句話 好 這句話說 您到底對啦 為了你兵鬧 如果你是講那個把答案 什麼是把答案嗎 還是把答案嗎 那個時候就是很強的部落認同 如果你是講沙瓦子 沙瓦子 那個是在那個部落 在都會去的時候 這個時候就不一樣了 你不要以為講沙瓦子的是小朋友不一定 那個 你去問那個張牧師 他搞不好說他是沙瓦子 所以當你在講你司法答案還是沙瓦子的時候 你說沙瓦子這個時候 就已經有認同上面 加在都市跟那個原鄉之間 一樣 當你在辦旅北同鄉會的時候 跟在辦你桃園在地的區域的聯合風鈴機的時候 你的概念已經在改變了 但是會不會 我發現很多同鄉會的那個風鈴機慢慢慢慢的少了 為什麼 因為不好申請經費 因為都違法組織了 因為都不是社團 這個就是有政府去補助的 所以說慢慢越來越大 你看獎盃也比較多 所以這個 這個也是沒有一個完善的原住民 那個督遠政策就麻煩了 家 娘 肉 肉 馬 對 不同世代的意義 這個小朋友 你看跟著爸媽媽來參加那個活動 你問他他的家在哪裡 他跟你講中立啦 什麼什麼社區 一樣這些十七八歲的小朋友 你問他家在哪裡 所以他沒有那個概念 但是他願意穿那個 Bazaar的衣服 阿妹族的衣服來去 然後講那個融合式的阿妹旅 每次那個演講比賽都是 來齁 然後每次都赤身 阿妹族那裡每次都赤身 那個主委老師都很生氣了 好了 當都員已成事實喔 政策就要務實了 真的報告長官 報告為什麼 因為太多人都已經來這邊了 第一個 我常常投稿 我覺得只是狗廢猴子 我說我們弄一個 我們沒有辦法弄一個組織 我們搞一個基金會嘛 一個都員發展基金會 為什麼 這個基金會就用行政法人嘛 這樣就比較好處理這個行政機關 跟這個部落民間這些問題嘛 我們可以成立都員發展科啊 就作為一個監督那個地方政府 不要讓那個每次台南市那個蔡議員都爆料說 這個都不好好照顧我們原住民 去了都瞧不起我們原住民 如果有一個都員發展科可以去處理 其實有很多東西都可以處理啊 但是還是剛才前面講者提過 就是概念還是在部落啦 部落確實要發展啦 部落確實要發展 但是都員這個部分既然已經成為事實的時候 那我們勢必要有一個完整的論述啦 那我想待會那個楊博士住本書喔 他的論述應該很多 這個是那個阿美族大概住的地方啦 我在想說我們要重新檢視啦 如果真的沒有辦法讓那麼多人回鄉的話 就是沒有辦法讓他們回鄉 我們要重新檢視原鄉的價值與功能 我的想法啦是這樣 我們是不是可以用在還沒有自治之前 然後因為自治最近超好兇 用這樣子一個概念 就是海岸兩側阿美族的傳統文化複裕區喔 雖然可能沒有那麼多在裡面 但是透過那個政府的力量喔 或者是我們自己族人的力量 在這邊複裕我們的傳統文化的生活 在這邊能夠讓更多的人喔 這是以阿美族為例 那其他組的話我不太曉得 因為我們做研究的就像哪邊做那個 那比你不要拿自己喔 會發生狀況喔 所以我們以阿美族來看的話 這樣是不是可以來去做這樣子喔 OK 好 以上 包包阿美 謝謝馬沙羅 好 很謝謝尤天明老師 那我們其實今天這個題目都是原住民 可是不知道講一講什麼 好像大家都講阿美族都市原住民 他們最多啊 他們最多啊 他們最多 影響力實在是太大了 他們都沒有阿美族後期過了 最多 來 那對 尤老師當然也喔 就是說幫我們做了一個喔 那個就是說這個都圓 跟他的這個居住的都市之間的那個關係 做一個這樣子的一個歷史上面的 幾個類型化的一個定義 那當然更重要的是說 那其實回到說我們其實移民的一些基本的理論 很重要的就是推移跟拉利 現在我們都會看到的 都市它就是有一個拉利 把自己原住民 不管是可能像大家對不對 來到都會區域上學 尤其是從大學這段時候 然後就業 這樣子的各種的拉力 讓大家好像回不去了 可是在這個這樣的一個過程裡面 它確實也產生了 不管是在都市裡面這個定居 或者只是佔據下來的原住民 在都市裡生存了一些處境 那其實對原鄉來講也是一個更嚴重的問題 那就是一個原鄉運動化 不管是在口流失 或者是我們在文化上面 那甚至於是我們的產業上面的 各種變得是很難很難發展下去 那我想兩位其實都指向說政策要務實 那當然我想我們等一下可以花點時間來討論 那到底應該是一個什麼樣的政策 那接下來我們這個非常fresh的PhD 楊世帆 楊博士 那剛剛有講到被寫了這個非常非常多的補作 那他這邊有談到很多台灣族的個案 當然還是有很多阿美族的討論 來 我們接下來就請楊博士 來為我們分享一下他的觀察 楊博士 還有楊博士 還有伊萨克 校長 還有田妮 還有各位 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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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就是同名同姓 所以我有時候蠻困擾的這樣 有的時候我是精神武很高興 所以有時候自我介紹的可能是從我不是的開始 我是 這個就很麻煩了 那其實接觸阿美族是最近七八年 剛好那個西州部落在抗家的時候 那我受論是寫台灣族的 其實有差啦 因為台灣族你剛剛做田野 你會從頭笑到尾 阿美族是比較溫和的 那我其實在認識很多長輩 對啦 阿美族 台灣族很會講笑話 阿美族也會 這是比較海氣的 對 那今天的主題我是 就我在西州部落做觀察的一個 一些分享這樣 那我其實主要 國路是研究的對象是那個第一代 就綁羅斯福 他們在工地裡面做勞動 那就是先進去觀察 他們的廠生活當中一些點滴這樣 那其實 其實國路滿辛苦的 那我是最近才 還在修改啦 那剛好接到童老師的要求說 就是談一下都市跟部落之間的連結這樣 那西州部落其實 曾經也七四十幾年 那他們 其實整個河岸部落的族群他們都蠻相似的 從那邊 就是阿美族去掃網啊 採到一塊地 那邊四合宜種菜養雞 再蓋工了 那慢慢的 這塊地不錯啊 就大家慢慢群聚在那邊 就形成一個聚落下去 好 那這個圖是 林欣可他做西州部落的 做生論文的一個整理 就是說其實 在阿美族二十多萬 有十多萬是在都會 那將近有一半以上是在台北市跟 就新北市跟桃園市 那其實有散居的也有聚居的 那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是一些聚居的部落 有包括西州部落在內的河邊部落 那其實這一集你叫上媒體比較多是西州部落跟山陰部落 那這些是 那個 林欣可他 他先整理喔 對 那是國宅 後來就有些被工部門簽到國宅 像那個中正國宅 今天的中正國宅 那其實這個 住國宅還是有一些 值得討論的地方啊 因為不是原住民那種群居 或是那種他們有時候要辦個活動 像中正國宅 就要 因為他是一個漢人跟原住一起住的一個國宅 莫志勤 那他們就是要申請 因為沒有一個廣場 所以他有時候要辦活動那個 漢人的那個主委就說 你們太吵了 因為我們遇到他那個 中正國宅那個 那個 他就在抱怨說 為什麼你們漢人可以 拜拜可以馬路撲起來 撲起來我們 祝福一兩天的那個 中年紀你們就認為我們吵這樣 所以他也是IQ這個問題這樣 這個是西州部落 其實是混合型的 其實就像那個 剛才那個廷諾牧師所講 其實現在都市言尊 都市阿民族的 其實以言都已經混了 所以你在路落裡面 就是老人家 還是到自己故鄉那種腔調 還是小孩子學到的可能 是一種混合型的 那食物也一樣 有些像有一位夫妻我們 我們去他家裡吃飯 飯桌上 其實他那個先生是住海邊的 太兒是山邊的 所以變成山海的交融這樣 就是說食物當中的混合也是 在都會滿常被看到的 對 那衣服也是一樣 就是說其實阿美是五個方言群 就是他的衣服是不一樣的 方便是時候 所以到時候要怎麼穿他們都 變成說在這個部落裡面 他要去上協議說要怎麼穿 在方便是時候 那像有一個他們現在的協會理事長 他說他們來自阿美是男生穿那個百頁裙 他說可是在這邊他不好一直穿 因為那個百頁裙變成都是你身材穿的 所以這種服飾的改變他們認為說 可能要有一處一起改變這樣 那林毅龍他本身是阿美是人 他去做西州部他是台大城鄉所措施的 提給他的論文去調查整個西州部落 他發現有這幾個家族 其實最多是在印尼啦 還有光戶啦 瑞穗 還有海邊的那個長濱這些部落 其實他們都是一個介紹一個到西州部落來 所以主要有這幾個家族這樣 那所以其實這幾個家族都住的蠻近的 那其實到西州部落來 第一個 就是給我起阿美族名字的是一個法紀 他住在那個西州部落入口 他自己也是做法模的 他就給我起個名字叫做烏賴 他名字 他自己也叫烏賴 他就叫你烏賴 他是那個曾經是西店區的那個副總同步 他說你這名字好了 那我問他是什麼意思 他說是棉被的意思 烏賴 好 那其實在回顧整個研究室當中 其實有兩個前輩有提出一些概念 他們就是最早研究的是非常之老師 他就有七分定期型跟過客型 那就把阿美族放在定期型的 那像台灣族就他回顧有個過客型 那另外黃貴老師他就提出兩地社會的概念 他說其實阿美族的發展 岩鄉跟都會是一起發展的 對 那像其實我們要講到的 就是蓋房子啦 就是說他早起到都市來 哇 煤礦啊 好掩揚 其實錢都是會回去的 所以你看他在都市裡面幫人家蓋房子 那他在都市賺了一些錢就拿回去 慢慢他在家鄉有一些那個洋行出現 二層樓 三層樓的價 那後來整個其實早期 岩住民也是受到那個高利貸的雅婆 所以後來一些像 張老師最早是那個天主教 引進那個除氣輔助社 那你會去挖那個除氣輔助社的歷史 岩住民其實就台灣到現在有三百多個除氣輔助社 岩住民的就有一百多個三分之一 所以岩住民跟除氣輔助社打交道的狀況是很頻繁的 而且他是一個 有人稱是岩住民的那個存錢筒 對 就是他有錢就去存 那其實這個在都會也是有啦 像那個議程教會啊或是桃園 好像也有幾個是那個 有那個常常教會去推動除氣輔助社 其實這個是一個滿好的議題 就是說就怎麼去管理錢啊 或是怎麼去就是說他們有些急用 對 這個是滿 我覺得滿重要的議題 那另外就是說 剛才那個天明所講的 其實昆江是行進的 他們都回到部落 那像 有些像我垃圾寶摩師傅 他們就會 公班就是會 空幾天就回去這樣 就回去參加 那都會有一些風雲雲 他們就是老人家也會上來 所以其實連結是 我自己覺得滿頻繁的 那甚至說最近幾年 不是整個原住民的那個 古話附贈滿頻繁的 所以為了那個儀式的細節 又回到原鄉去啟經 像那個去那個 石西部落啊或什麼部落去 對 這個是 我覺得是一個滿重要的那個 一個過程這樣 那剛才那個朗默所講的那個左寅寺 是 他們從 就是說 也是因為整個抗爭運動 他們 凝聚一個力量 又回到原鄉去取得 就是一個象徵祖靈的石頭回來 那 那早期是安置在 為了要搬起的地方 就在部落的旁邊 那因為現在那個 要蓋地方在整地 所以他們就先把它搬下來 等那個新部落蓋環這個石頭再幫回去這樣 這個是一個部落的一個 就是煮零食 是整個部落的一個象徵這樣 對 那 我比較關心的是 就是比較好奇的是飲食啦 那 這方面其實我有時候會看那個 那個伊萨克的那個點數 對 你會看說 食物怎麼一直在流動這樣 那其實在西州部落 你會看到麵包樹啦 或是一些 他們有一些菜園的東西這樣 他們自己種 或是都到 他們到 如果說他是海鮮的 他可能有時候會到東北角去 去抓抓海產之類的 那 還有一些比較 就是漸損 海美學的漸損 其實你會在部落裡面看到季節性的 什麼時候會出現什麼的食物 那漸損是一個蠻 既代表性的食物這樣 對 那另外還有既的食物 就是 最常見的是 洗腦 煙肉跟 檳榔跟 南瓜 那其實這個是在 後年紀時候造的 那 那個我們看到 上方那是他們的 就是組織的年齡階層這樣 他中間就是那個長老 頭目還有顧問 那旁邊是婦女 那其實阿內族是一個合議的制度 他們是稱為Galas 就是說你如果你是頭目退下來 後來你就被邀請到那個 就是領袖群裡面當顧問 其實他們有個頭目是 就是說限定的頭目是指揮 可是他要聽起很多意見 主要是Galas的意見這樣 對 那其實連個階層是 現在都市裡面是任務型的 就是說他要舉辦風靈紀錄 他才會早一起來 可能前幾個月或前幾個禮拜 在那裡練舞或做什麼這樣 對 所以我接著說阿美族的第一代 可能透過舞蹈或是飲食來建構他的 對於部落或對於故鄉的情感共同體 那其實很多阿美族已經在故鄉已經沒有 在家鄉已經沒有土地了 或是家產都賣了 所以我有阿美族的朋友就說 他只有故鄉沒有家鄉 就是他有故就是已經不見的 對 那另外就是說 其實飲食是一個蠻重要的話題 前幾年我一直想要去寫的是 因為博論的關係 想說這個題目應該 你覺得應該可以去進行這樣 可是一看那個Issac的那個臉書我就覺得不需要了 因為他已經多寫了 他是自我觀察 所以因為他今天一進來就開始要做臉書的 對 我這個 對 那這個是 那個 西洞部落的那個荒年曆 就是慶年的 那這個是最後一天送禮 對 那後面是年齡階層這樣 那童墓也是光復的 馬太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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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叫做 馬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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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我在這部落裡面做觀察 其實也會看到第二代跟第三代 我一直在思考阿美族那個人 黨道到底要怎麼去定義 因為 我們到底要不要用人類學那種 對於要扣連那個園影組織 要扣連宗教記憶 那到底什麼是黨道 就是說第二代第三代 那他們用什麼方式是連結他們跟故鄉 因為他們已經在都市裡面生長 他們已經沒有那種部落的經驗 他們可能也沒有偶爾才回鄉 所以我們看到前一排 這個不是第二代 這個後面三個小男孩 這是第三代 所以那種他們對都市的認知 可能也是在冰洞裡面 像天明手下的冰洞那種環境 那種成長的 那部落可能是一種文化體驗而已 對 這是我的認知這樣 那這個也是在西州部落拍攝的 在尼娜跟他的孫子 那後來去思考那個黨道 就是第二代第三代到底是 他們怎麼跟那個岩湘做扣連的 後來就是看到一本書 叫做消失的現代性 AlphaFly他寫了 他有去思考這個問題 就是其實人在建構自我當中 其實現在電子媒體是越來越重要 最近有一部電影可能 大家有沒有看過 就是 那個 太陽的孩子 這個 對 這個其實我覺得日常生活當中 透過臉書或是電腦電影或是圓明台 其實慢慢他們從生活當中 他們既然沒有以前的部落生活當中 做一個資源 他們可能慢慢的電子那種 那種 想像的東西可能要透過一些比較電腦的東西來建構這樣 那這個是我 一些 一些思考 那時候也像跟杜惠的連結 這個是 那時候 剛好 那時候 今年其實西洛部落一到兩個滿強烈的台龍 那第一個 已經 就是說 那時候 整個部落差不多淹了一半 不是一半幾乎錢 錢金戶末 剩下兩個三戶沒有淹到 那後來他就透過 也是電子媒體的方法去募資 他們就在廣場上的固執都堆積如山了 這個是一個改安的晚會 就是邀請一些可能來幫助的 然後是一些漢人朋友來這邊吃飯 那年輕人跳的舞 其實跟原住民的舞 阿美祖是不一樣的 那他們聽的是郭英蘭 馬蘭那個郭英蘭先生 他唱那個奧運主題 所以我們怎麼去想像他們 就是說 這麼長到第一跟第一代 跟第二代第三代以後的阿美祖人 他們到底 透過什麼方法去連結 他跟祖先 透過歌謠 透過舞蹈 透過其他方法 已經不能再像原住民 就是人類學方法 就是要扣連營組織 或扣連宗教記憶 到底什麼是第二代第三代 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這樣 對 好 那就今天這個時間 歡迎分享到這邊 謝謝 好 好 謝謝 謝謝那個政大社會學博士的示範 不是那個NewsLens的樣子 OK 那很感謝洪廠 其實他這邊談到的是說 他當然也從另外一個面向 因為當然如果是Ryvan Williams講的 文化其實是生活過 那他這邊談到說 那一代的原住民的都原 可能是透過這些去 在都市裡面再去從製原鄉的祭典 或者是透過飲食等日常生活的連結 去寫塑它跟那個原鄉之間的一個連結 可是二三代的人員會是用怎麼樣的一些 不管是儀式或者是其他的物去形成這樣的一個連結跟認討 這樣就確實是 那後面提到的 終於提到一個我們比較熟悉的領域 就是媒體的部分 那我想其實當我們去討論到那個原住民的政策的時候 我想就是媒體也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 然後不管是說我們一個非常 就是說具有這個中心性格的原住民電視台 或者是說其實是很多包說透過數位網路 或者是一些地方廣播 是讓那個聲音就是說可以從原鄉去展現出來的 一些媒體的自主性的聲音 然後怎麼樣跟都市做連呼 這裡面確實還有很多的議題可以再做進一步的討論 好 那我們當然很感謝今天三位與台人非常精彩的分享 那我們當然還有一點點時間 是希望接下來我們就開放讓我們現場的朋友 可以來做一些不管是發問或者是回饋 好不好 那如果有任何想要回應的 我們是不是敬意這樣子一下 因為我們的時間是到12點35分 我們那個廷東牧師是不是也坐上來 童牧師也坐上來 我們就是 我們就是 我們是最後的 我們就敬意通過一下 那當然大家對於這一場的記憶非常的新鮮 可能馬上就先問這一場 可是有一些問題其實是呼應的 那就趕快大家提問了 這邊有什麼 不好意思 這不好 有幾個月 超級名 motivation 熊見 謝謝 各位 謝謝 我們在做 money 吧 來 你这个 桌子很長 應該是一個 Repeat 詞曲 李宗盛 我們跟同主任交代來繼續支持 所以其實我想直接交給我們現場 那如果大家不管針對尤其我們剛剛第二場 有任何的發問、回應 都請大家可以請 來請 各位講者還有老師跟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叫哈佑,然後是泰爾族 然後我是現在社工系的學生 然後其實就是我們剛剛在聽的時候 也是感觸很深 因為像我們家已經是 就是已經到我已經是第三代 然後就是我覺得 我很認同今天的講者講說 我們不能一直從一代的角度去看路是有做的 因為像對我們這代而言 可能是我們自己平時之間常常討論 然後我們發現我們對原住民的認同並沒有很困難 我們都滿認同的其實是有做的 可是我們對家鄉家的認同是比較困難 就是到底我住的地方是我的家 還是所謂的部落是我的家 那部落又是什麼 對阿 然後其實有 我比較想要提問的是 因為我們在學習的路程上 有很多主流的論述是告訴我們說 原住民輕人應該要回鄉 然後回鄉才能去做些事情 然後你們應該去學習人家文化 可是其實我覺得我們處在一個很被擠壓的環境當中 就是我們很想要回家 可是像剛剛提到的各種現象或變遷 就是我們其實不知道我們回家的路在哪裡 或是其實我們有很多人是不知道我們部落在哪裡 我就是我從我的媽媽生就已經生在都市 然後她不會講述她不認識她的部落 然後我們在部落也沒有家 我是到了大學才找到的部落在哪裡 對那我不知道我回去我可以 我在那裡沒有家 我回去我可以做什麼 還是很像外來這樣 那可是如果我留在都市又 還是有一種就是抽筆這樣 其實我覺得我們真的就是很像 在都市跟遠相之間徘徊的一區 對所以還蠻想要聽就是各位就是前輩 就是對我們這些青年可以分享下期許 或是我們其實很想就是聽你的看法跟想法 對於我們這一代的青年的就是何去何走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我也非常的 就是對今天談語言的這件事情非常的興趣 因為我們幾乎都是在長大過後才有 比較有意識去學習自己的語言 然後我剛剛有跟牧師聊天說 其實我的語言的資源沒有辦法來自於家庭 因為很難回部落然後家裡沒有人講 然後甚至現在我回部落就是爸媽媽他們會講 可是他們不會對孩子講 他們就是自己聊天的時候講 然後看到我們的時候就是講中文這樣 然後剛好是部落現在教會會就是聖師什麼 會用主義這樣然後才可能學了一點點 對但是我一直覺得這是回到我們平常生活的空間的時候 這優勢還是一個困境這樣 然後剛剛聽到那個阿夢有分享說 利用我們現在在這裡的一些優勢 其實我很想要再多聽就是大家怎麼認為 所謂都市原住民應該具有什麼樣的優勢 以上 好 謝謝 那我想有兩個問題嗎 當然一個是胡椒的路 那另外一個是說在都市這邊 我們那個語言學習的資源在哪邊 那我想我們先蒐集三個問題好不好 然後再請我們的語言人來做回應 那還有沒有其他朋友想要發問 或者是做一些意見上面的交流 怎麼大家都那麼客氣的 我們年輕人應該要很勇於表達意見的對不對 還是看到我們祈禱坐在這邊 大家都很客氣 我可以再補充嗎 就是因為像今天聽到我比較多是 就是新北台北市 然後阿夢有什麼聚落的例子 可是其實像我們在中部 比較沒有那麼多這樣子的聚落 就是我可能太鼓掌 就是我們在都市就是蠻散居 蠻分散的 比較沒有這樣子同族群的聚集 所以我覺得在做串 或是像剛剛大家提到的很多 很多文化隊或是這些做法 我們自己覺得有一點點遇到困難 然後也想知道可以得到什麼樣的建議 好 OK 好 來 太好了 來後面有位朋友 大家好 我是運台記者 我現在問老師 但是我現在問個問題 可能跟那個採訪也沒有關係 我自己想問 所以剛剛剛剛有是他有提到一個 就是 剛剛提到一個海岸兩側 海岸上面兩側的船 那文化富裕區 我是蠻有興趣 就是說他跟知識的 就你的想像 他跟知識的差別是什麼 然後在今天的多元的這個主題 是你是怎麼去想講到這個議題 因為剛剛可能沒有時間去繼續深入下去 蠻要聽這個 好 所以這是一個很針對性的問題 好 來 我們還有沒有第三位 想要 有嗎 OK 來 回應的部分 好 因為我自己是也是在2008年 就是意外吸收抗爭的關係 然後就是就這個均術的這個權力 就是先來認識這個議題 那我第一次社工系 那時候是社工系 然後去年就是社工所說的也是 就是寫西州的青少年兒童 他們的遊蝕的去做訪談 那我覺得對於就是大概可能已經有第三代了 他們其實目前大二大三年紀 以我當時 就是剛去的時候他們還是小六國中 然後到今年今年因為有颱風 然後去關心 大概他們雖然是大二大三年紀 那大部分也就是就是我大二是六期文 那一位是台三年大學 那可能其他就是已經就以前出了社會 所以我是觀察到說我覺得這個追溯權 有時候那個穩定性也真的是會影響到 就是他所他接受的教育 那教育其實又會跟他可以取得的權力跟資源會有關係 那另外就是就是也會跟他們聊的時候就會聽到一些 可能因為多過長期的抗爭啊 其實帶給他們有時候會有一些汙名的狀況 就是別人可能會覺得他們就是怎麼這一群 那種愛潮的吃糖的人之類 然後另外我覺得就是可能在教育上面 因為對於那個大學書那麼厚 其實這些文字的學習上面也是有時候會 對他們來講有些的障礙 對 所以大概我覺得就是在整個居住 還有影響他這個穩定性還有社經地位的影響面 所以會是會有所影響 然後讓他們的選擇的自由度也會有一些的這樣 對不過我覺得就是一定要 現在時候過程上的孩子跟青少年 就常會有一些媒體的訪問啊 然後或者是像年紀 我覺得真的也是會 擬聚他們的一個認同度 對那他們自己跟我分享說 那個一個元鄉的印鄉就是 就是一個更大一點的家 那因為我自己也是 我是閩南人嘛 但是我也是老家也是在南部 所以我覺得對於我 就是跟互相的那個想像 其實跟他們是可以有所連結的 只是可能現在家族的大小是有差 他文化也是不害的 對 可以 OK 好 來 謝謝我們各位朋友 所以大家其實對於西東部落伍非常地關心 我剛剛其實看到那個 楊博士他秀一張西東部落伍中年級的照片 然後那個背面其實就是北河式 那一張其實是非常具體而為地去呈現了 都市原住民的處境 然後被邊緣化 然後在這個整個都市的發展震撐之下被犧牲 那對我想這其實都是我們很多年輕朋友的 其實是非常切身的處境 那其實也想稍微回應一下 因為剛剛有提到那個媒體的部分嘛 那其實我們在講到二三代隊 所以我也在想說 那到底對於這個二三代隊 都是原住民的青年輕人來講 就是說整個媒體 原住民的媒體在他們行送那個認同裡面 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那剛剛有提到那個就是回家的路 我最近因為正好觀察到說我們原民臺 那個部落大小生 他其實開始推出一些針對年輕人 針對原住民青年的一個談話性的論壇 叫獨霸馬 那其實他那邊其實就特別是針對我們的 原住民的年輕人可能會面臨的問題 或是說這群年輕人他們在做什麼 比如說真的就是有年輕人返鄉 回去從事部落的一些文創 然後一些工作 或者是說他們怎麼去談 他們怎麼去回去參與這些部落的組織 對 所以我會覺得有一些滿不錯的 個案的分享 我覺得或許是也是 或許大家也可以關注一下 好 這只是很簡單做回應 我想接下來我們回應的時間 我就交給我們語談人 那我們是不是就請每位語談人 大概用兩分鐘的時間 來針對剛剛幾個問題做回應 好 謝謝 所以我們現在要依照年齡的 還是依照座位的順序 還是依照座位的順序 老寶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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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老寶先 你快點回應他們 或者是整個族群 文化認同族裔的傳承 那我覺得 我所說坦白的話就是 我覺得還是對都市原住民的將來 就是覺得有一點點樂觀 就是從第二堂 很可惜沒有聽到第一堂 因為第一堂可能都談到 就是第二代 第三代他們的一些想法 就是因為一直沒有想像 就是覺得好像就是一個困局 那就比如說剛才有過分 這位年輕人打樣 然後他有個像打樣 那其實會有就類似這種 剛才天明也提到就是 可能男生還有一個機會就是 因為現在我們要以後再推那個部落役 部落役 那也許可以覺得 對自己的部落可能那麼比較陌生 或是說第二代 這個部落役是可能可以給自己一個機會 就是重新去認識自己的部落 那或是說年輕一點的 就給這兩年時間 或是說三年時間 如果是經濟沒有那麼大的壓力的話 其實回到自己部落重新學習 也是一個機會 那因為我覺得可能 如果沒有回到自己部落重新學習 永遠可能是我年輕一輩的一個焦慮 回去才知道說那個鄉愁 才是雖然可能有點未美 但是回去才知道 才在自己的土地上會比較紮實 那當然我們知道說注意穿繩 各位提諾牧師知道了 我以前我的阿美真的是 因為我都是在明南語 我在明南語講得非常好 但是因為我都是在明天社會長大 其實我的阿美的話是在教會裡面學的都市 而且我學的是海岸阿美 就是當提山台牧師 我回到我自己部落 他說你怎麼講的不是我們的那個部落的話 才慢慢變稀為症 那其實就是很痛 因為後來我念神學院 陳選一定要用主語講道 那我是怎麼學的 就是我就找李牧師很有耐心 我講的一句國語 他就發生阿美話 我在主志寫的 我學的不是日常生活的阿美話 是強盜的阿美話 那所以就是很慘動的經驗 這樣學習的一個過程 當然到現在還不是那麼流利 但是書寫或是在閱讀的方面 其實我知道有在成長 就是可以知道一些空間 但是我顯得就是 如果沒有像我們這種 學習教會幕會的人的背景 因為他們沒有那個需要 那可能他的 因為我待過台南 比如說像希拉牙 然後我說又語言 但是都是單字 單字會單字 或一些很簡單的片名的話 這個就是族語有在服輸 我們也都覺得 那我最近只在看一本書就是 因為都是看到一些負面的 在都市 因為我們的族語 我們的智慧 KF60 是在跟土地跟整個大自然 連結在一起的 那你到都市裡面 我們跟這些大自然的連結沒那麼多 可能我們已經消失30% 我們使用的那個主義 還會講主義的人 他已經消失30% 很多人創造的意思 有創造的意思嗎 有創造的意思嗎 哈哈哈哈 那給你啊 哈哈哈哈 就有了 當然有些語言是可以被創造的 但是有很多傳統的語言 一些過去的一些傳統知識 可能語言的消失 可能我們的那些傳統智慧 也會這樣消失 當然這是負面的 我們這個就算看成那個天明 我覺得那句話 那個Slogan 非常好 當什麼 存在 當多元 當多元成為事實 對 那 就叫故事 我覺得這個是 因為我們這種第一代 而且做抗爭運動的人 就反對都市原住民這個詞 因為我們覺得是政府在分化原住 已經有三民 已經有平原 再加一個都元 是不是把原住民分成三塊 而且現在整個選舉制度 又把都元獨立在一塊 會不會把整個原住民組的 泛原住民的任党 會分成更分嗎 但是 那是已經成為事實 一會不去了 那就只好務實一點 那怎麼樣在都市裡面 寫說出或是建構出一個 一個新的任法 那還好很多年輕女輩的 沒有這種 像我們這種焦慮 那麼原鄉 好像才是完美的 讓我們這樣部落 土地 才是我們原住民的天堂 它通常沒有這種包袱 我們還有 雷帶還有 那本來他們可以創造出 更故事的 以多時回家的 新部落的一個想像 好 謝謝 謝謝 來 那我們 接下來會不會有 我先問一下 我先問一下 因為剛剛有直接執名叫我 主席會只有兩千 為什麼 所以你聽到講話 先回應那個 好 所以可以說 還有喔 台中其實有啦 台中其實也有泰雅族聚集的地方 可能不太清楚在哪裡 慢慢去找人應該找得到 在台中市太平那邊滿多的 我直接去 要回家最重要就是要 可以買這招票啊 就是 通常都要回家 像我回話連台中都很難喔 蓋魯的號都沒有啊 沒有嘛 就題外話啦 只要有心啊 對 都可以回去啦 就是還好 很難得像你這麼擺 還在台中的認同原住民 像你是有包袱啦 不認同的意思啦 喝水 對啊 喝水 二逼就好 二的二逼 我一起逼喔 有點好 像小當地人在台北 禮拜天都不管進太北 我正在你 好 那個其他人可以回答你啦 一個呼嘛時候 那個安美族文化富裕區 其實這個概念是 在自治區還沒有辦法立法之前 我們那個概念 因為最近我們發現 常常狩獵也出問題 然後要採東西也會被 也會被這些海巡隊的趕 所以怎麼樣 到底要怎麼去解決 我們去想到一個很 我啦 我啦 我去想到一個 因為文字法很厲害 文字法在定義的地方 它就不能動 它知道定義你家是 無疾後 你家就不能重建了 所以那個文字法裡面有這樣子 我就覺得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我們用阿美族文化富裕的話 我們用這個大的那個 給它扣住 比如這個海 我要阿美族文化富裕啊 你就不要管我要練多少語 那我這個阿美族要富裕 我採集的時候 你就不要管我 那個愛玉子要拿去賣 還是拿去吃 我要富裕 文化富裕 對 所以用文化富裕的概念 但如果自治真的能夠通過的話 那也是要試辦嘛 試辦的時候 倒不如我們就先用這個阿美族文化富裕 來去處理 那為什麼會用海岸山脈養稱 因為剛好是貴族的傳統領域嘛 對 就是這個兩側的地方 那邊也比較少非阿美族人 就算有的話也通通被阿美化了 如果你去看那個卵昌熱老師 那個大綱回憶被阿美化成漢人 那也沒有關係 那個都可以去處理 所以我是想說用那個方法 那為什麼其他的組沒有辦法去處理 其他組那個密度 人口水也沒那麼高 然後那個鄉型聚落的密度也沒那麼高 最主要就是可能像伊萨克講的 他很會講白浪的話 他們很會去處理平地人嘛 所以他們在部落處理平地人那一塊 應該是沒有問題 那個臺灣應該你們可以處理掉 所以我們的概念是這樣 所以跟那個自治還是有差別 跟自治區還是有差別 因為自治是官方在處理 那個整個自治法裡面去通過那個區域 所以那個如果是文化富裕的話 那是文化富裕的概念 所以在土地的連結上面沒有那麼強烈啦 沒有那麼強烈 我的概念是這樣啦 如果你真的很有興趣的話 那你再看另外一個專訪 然後我們再處理 這哪有興趣的 你不要笑死 來一下 好 謝謝 來我們 誰會 不要回家的路 我覺得是如果都元已是事實 就是我認為都市元主義 他不是一個什麼主義概念 他就是一個社會現象 就是一群人在城市裡面生活 然後我也曾經有這種經驗 就是說我很想回部落 可是我從部落離開之後 然後到離開家 然後到落腳城市 到最後再城市城家 認同其實有很多種 根本就不用去擔心這件事情 我家裡面爸爸媽媽不同的部落 所以我們家的認同是好幾個部落 所以我們認同是可以共同存在的 但是我也認同我現在住三重 我也認同三重的文化 所以這種東西是 我們有像後殖民學者 然後我們把他講的 我們都是一群離散的人 我們就是存在這個中間 這些中間值裡面 我們都一直存在 他就是一個現狀 那你就用這樣的現狀去 去 怎麼講 我覺得他就是一種存在的一個樣子 不會在我的認同上面產生很大的問題 然後在語言跟媒體的部分 我自己從前幾年就一直在思考這件事情 然後尤其是 例如說原民台的現在的這個狀態 我前陣子議在Kidding原民台 就是讓他有很多的政治力 跟原民台 非常不知道這個 要怎麼去解決 但在原住民在群眾的觀點 來去看這個台 他必然就是必須要成為一個 有族群特殊性的 然後甚至是要 要比較傾向原住民現在 跟主流社會這個權力傾銜的這個狀態 要去解決這個問題 這原民台他本身就要被賦予的一種責任 他是一個特殊媒體 那個人媒體就剛才講到那個語言學習的部分 就是原住民有充分的這種資訊的 取得的那種空間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這樣的能力 在現有的原住民運動裡面 其實是可以改變很大一塊的 這個文化上面的競爭的問題 包括你的語言的學習 然後你的文化的部分 我甚至我學語言我一定 現在的語言學習一直告訴我們說 最後限縮在家戶裡面 但是我家戶沒有彌補我這一段 那個語言學習的這個充分的這個 爸爸不跟我講 或是只能在家戶講 不能到公共場域去說原住民語的時候 他自然會被限制在家戶裡面 他沒辦法去擴散 那怎麼樣去擴散 就是剛才講的 不斷的去建制一個新的科技工具 或是他的空間 文化的空間出現 然後我有更多的空間去使用原住民語的話 這種圓導的競爭 我慢慢的會再把那個 我們的那個地盤掃回來 這是必然的 這是一種運動策略 那在運動策略上面 這個科技工具的這個建制 其實每個人都有責任 但是工部門可以包括學術單位 可以替我們解決很多他的基礎建設 譬如說最近我們有 吳明醫老師他做了一本 花了十年弄了一本那麼大的那個字典 可是我們卻要去買它 然後老師花了那麼多時間 做字典之後 生活上面他可能還要去顧及其他 他現在只能比老人年金啊 為什麼不直接把這個東西買下來 變成大大的公共財產 為什麼學校裡面的這些 這些語言的資料不開放 開放之後我其他的 其他的科技工具都可以使用啊 我走在路上甚至這些APP 我跟人家對話的時候 他可以直接翻譯這個 這個排灣語或是什麼語 這時候語言學習 可以有這種新的方式 而不是回到家戶 只有一種的 一種路線 所以我講說這是運動策略上面 好 謝謝 謝謝 對當然我們當然就是只是期待說 這個國家應該有什麼樣的政策 我們能夠去當這個原住民的生存處境更好 而是對其實 對其實原住民的權力 很多時候都是我們爭取來的 好 來我們牧師是不是 可以幫我們回應一下 不好意思 我想要補充我的第一個問題 應該是比較著重 因為剛剛就是前面有提到說 原鄉發展跟都院 就是都市的政策兩邊的平衡 其實我比較想要聽到大家就是回應說 大家還是期待年輕人回鄉嗎 還是應該怎麼樣 因為我覺得現在聽到整個議論說 都是覺得應該要回鄉 可是就是如果就我們今天討論的 大家到底是期待我們這群人都會回鄉嗎 還是就是我問的何去而成 你比較是這個這件事 對 就是我的經驗是說 我不需要回到部落才會變成 才會變成一個人家 因為它這種現狀 尤其我們的文化也移植到城市裡面去 然後在這種門檻 我一定要回去嗎 我不認為一定要去做這些事情 只是這個情感連結 你要怎麼靠你自己去建立 這是個人的問題 我常常被人家問說 你怎麼沒有回部落 才難回答 可是我是覺得說 剛剛從剛剛我們幾位的議談人談到 一個很重要 我也發現到說 從我們早期在1970年代到現在 我覺得陸沛期的一代 這一代都結醒很重要 所以我發現很多新一代的年間都該是結醒 一個結醒就是說 可能會是文化的認同跟議言方面的追求 我想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關節 那我自己本身在教會 那也是當我們當教會總會 阿美以的那個主義檢定 就是針對要當牧師的人 我當時去考慮 去測他們的議言的使用的能力 所以我發現我曾經退過 一個傳道人四次不讓他過 因為他講的是很爛 我說爛是因為說你不認真 你有那個機會在教會裡面去學習 你要好學習 所以我給他機會 叫他回去幾倍 大概有退四次 那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現在一般的女性人 學習也是很困難的 因為如同剛剛我們手上說 因為我們沒有那個環境 那二次我們在督衍 你剛剛那個 我們這邊有一個議題 他們談到說 其實我們現在的工具很多 可以幫助我們恢復 在這個學習的部分 具體的部分 其實我是覺得說 那我們在都會區這一代 第二類三代 將來會不會回到部落去 其實我認為說 其實都市應該是我們裝備 我們自己將來回到部落的一個平台 因為如果我們沒有這方面的專業 我們不可能回到部落去去恢復 甚至強化我們自己部落的能量 因為你沒有那個訓練 都會去是一個訓練 不管是語言的訓練 不管是專業的訓練 將來你怎麼樣去提升你部落的 將來的整個活絡那個部落的能量 如果說都市的經驗沒有的話 或是說你暫時都在都會區裡面 沒有這樣的一些訓練 其實很可惜 將來怎麼樣去幫助 為什麼這樣講 那我們看到有很多 在都會區成長的一些人 甚至不是漢人 我以幾個例子來講 有一個在台北這邊 而且他的專業可能不是在農業方面 可是他為了要去承接他爸爸 在鄉村的農業的這個部分 他去思考去研究 他爸爸現在種的這個東西 我怎麼樣把它提升 變成將來可以有更高的價值 那不是因為說在資色的這個部分 可以讓我們有一個可以幫助我們將來 可以幫助國落部落的這個能量的一個機會 因為我們所知道的一些東西 包括我們的學習的東西 比部落來的更高 所以我認為說其實台灣很小 只是兩邊的互動很快 他不會像歐美大陸那邊 可能是很遠可能好幾個小時 真的是我們發現我們的交通非常的方便 所以將來我會可以看見的時候 這兩個部分是它是互動的 它是流動是更快的 剛剛在談到的時候 現在我們的速度是越來越快 就是說可能多一千人一千人到都市 即使將來等這兩邊 這個都會區的這些年輕人 不信任的時候 他是反而是可能兩邊會互動的更快 如果是這樣的話 可能給我們原住民有個更好的結合 不管在裡面 不管在專業 不管在國落部落 其實他是一個很好 所以我這時候 那多會區的第二代餐 他必須要去裝備好 自己將來有可能會去到部落 成為部落很重要的人才 可以來幫助部落再一次把它成長 我想這是我的感覺 以上 好 謝謝牧師 我們還有一位這個老博士 好 其實就我觀察 就是這些都市 因為第一代跟第二代第三代 生活經驗是差滿大的 像第一代他過年了教會 或是像我觀察那個信州部落 或是也是通過媒體 其實認識整個他的都市生活的環境這樣 第二代第三代 我覺得他已經都市成長了 像第一代他還有時候可能受傷 還可以回到家鄉去 還可以找老朋友 那邊有熟悉的環境 那第二代第三代就有點像可能想要回去 可是你的工作是在台北 或是說你在台北就學 那種環境可能第二代第三代 會遇到這種困境這樣 那其實原住民已經成為市長 都原住民那政府怎麼配套 我覺得像之前有在推那個延潮 其實也是一個滿好的利益 就是說他是從紐西蘭引進去 可是還是有些問題 還是值得再修正再去做 可是我們第二代第三代的像阿美祖 他在都市已經成長了 可是回到岩鄉可能 他是回去觀光嗎 或是回去只是去看一看嗎 其實在都市可能 我覺得應該現在那個都原的政策 應該要跑出來了 因為已經這已經半個世紀了 所以可能要去度數一下那個總統候選 其實重點因為岩鄉已經變成一種想 就是第一代第二代的想像空間 一個想像的一個情感空間 可是他們在這邊成長 遇到什麼困難 那在政策上面有什麼一些配套措施 或是說他們回到岩鄉 岩鄉有什麼一些配套措施 因為比如說問第二代第三代 或是他們同學問他們 你怎麼不住在部落或在演想 可是他們已經來這邊已經扎根了 他們想要在這邊工作成長結婚 那他們怎麼回去是一個 應該算滿滿長路 對 那其實做過什麼的政策 或者說配套措施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重要的 因為有時候社會資源怎麼去建構一個橋樑 怎麼去 因為很多是社團什麼 我會覺得像剛才那個天明講的 陳立如的讀書演出一個 一個比較公立的或是行政法 我覺得是一個也是滿好的建議這樣 因為現在不是說你想回去不回去 可是應該是環境的關係 他已經在都市這邊工作求學 或是已經結婚在這裡 可是回去 回去做什麼 就是回去參加放年紀嗎 還是說你要在那邊 就是說像藝術家一樣回鄉 當然你回鄉你不會餓死 因為部落是自己的共享社會 就是說你在那邊生活 對 所以我是覺得可能 又回到政策面 對 這是我的分享 OK 好 謝謝楊博士 對 謝謝同主們 我們最後請讓我們那個 媽媽 對 還是要請我們的院長來 問我們做一個總結 最近有一件事情讓大家一起想一下 爆發水災之後 很多年輕人回去成立青年會 這是什麼意思 他們到部落裡面做什麼 那這回部落他們在做什麼 我希望我們去注意這件事情 另外一件是 我們最近因為承接了那個 國際人才培訓 那麼我把那個四十位英文都非常好的原住民 帶到里那裡 我為什麼帶他們到里那裡 你要看什麼 你要體驗什麼 你要知道部落的知識哪一方面 所以讓他們非常細心 注意看里那裡這一個 三個古老的部落會在一起 到底有什麼樣的知識 有什麼樣的傳統的東西 在那個地方可以重新詮釋 但是回到部落不是去跳舞 回到部落讓他去體驗 讓他認識地瓜在哪裡 因為我曾經做過 都市跟部落的小孩子 那個國小五六年級 一直到國中 帶到最古老的那個地方 都市的小孩帶著仿曬油 在那邊 包覆一層一層的包覆 可是部落的小孩看到河流就下去游泳 都市的小孩說危險 那多危險啊 會死人 你最看慢那個落差 然後叫他生火 怎麼生火 都市的小孩 沒有打火機他不會打 他也不知道要怎麼煮 部落的小孩他會煮稀飯 那不容易 在這裡的同學 請你用火機煮稀飯 你怎麼去煮 多少知識 多少體驗 多少生態的這種科學 我們可以讓都市的小孩子去學 這就是我的母體社會 我的母體文化是這樣 讓他去找到那個部落裡面的 那一個故事 那一個土地的認知 那種代代阿美族 我們先用一下阿美族 那天明感覺到很自在 對 部落有多少的 為什麼我們到都市裡面 還要五年祭 或五年祭還要奉年祭 那裡面是純粹跳舞嗎 或是那裡面有告訴你 我是誰 我有什麼 這個概念 我是誰 我有什麼 這個我是誰是族群認同 你在都市裡面成長 你跟一族通婚的 讓他非常清楚 你自己有原住民的元素在哪裡 然後這個文化認同 我又有什麼 這是文化認同 你讓他到部落在都市裡面 同時可以學到非常多 讓他非常多元的 知識條件的年輕一代的人 沒有 你沒有辦法脫掉 我說 好了 你們就幾個阿美族的 不然有天明 哪一個不是阿美族的元素的 全部拿掉 你們還有什麼 不是啊 我說非阿美族元素的 拿掉的時候 你還剩下什麼 腦袋裡面的東西 不是服裝 可是為什麼我們看到那衣服 就是那是阿美族的 那個裡面有多少知識 有多少的生命在哪裡啊 所以生命互動這個兩個 各等於就是文化生命的互動 土地認同的那種 你都是生長的小孩 跟在菠蘿裡面 那一個一直是你脫離不掉的 那一種生命怎麼去健康的忍局 我覺得這是一個關鍵的事情 實際上我們的這一代 第三代 第四代的原住民的 年輕這一代充滿多元智慧的 智慧的這樣的裝備 他就會很健康 他到哪裡都有自信 除了語言 這個語言的東西非常現實 你沒有那個語言學習的 那一個環境 你就一樣啊 你不是因為你出生是阿美族 就會講阿美族話 不是的 每一個人那個記憶體 那個軟體的 那個記憶裡面的軟體 語言軟體很多種的 空白的很多啊 那我們再如何去輸入這些 需要發時間 可是你出生在哪裡 那是第一個關鍵 不是因為你阿美族 所以你出生在 你一生下來就講阿美族話 不是的啊 那需要環境啊 需要生態環境 那這樣的概念 我們如何建構起來呢 那我想是我們今天要努力做的事 國家的政策要這樣去想 像加拿大原住民已經 每一個族群都有它自己的鍵盤 電腦的鍵盤 它什麼時候APP的運用 這個不是去抄襲外面的各種概念 是我們要去創造我們自己 這個國家裡面這種環境 我們要創造什麼樣的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那個 那個Living Charter Breathing這個部落跟鄉村的小孩 讓他們享受那個祝福 那個知識傳統知識的體系 跟今天我們現代的知識有對話嗎 有沒有 誰能去詮釋 誰能讓他連接 就是我們現代的年輕人 我們要裝備這個 讓他兼具多元族群的那種能量 這才是我們要走的路 謝謝報告完畢 院長對我們的年輕人寄望非常的深 好 那我想我們時間也到了 這個討論就結束到最後的節目 對 那我想非常感謝大家在板堂之中 接來然後參與了各位也都很認真的 也是一些非常可以討論的題目 那我有幾個想法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個就是說不管是清洗到城市裡面 或者在家鄉裡面 或者剛剛也有我們也有講者提到 原來的部落本身也會分支 他找到一個地步他會分出去 那他跟原來的那個老部落之間都有關係的 台灣族用古年紀我們看得很清楚 安美族就是大家都對於這樣的來源跟發展 這個關係是認得的 所以我們如果把都市的原住民人口看成這樣子 他其實不需要有太強的悲情 大家一直在空間上擴散 所以我們之間不是兩點的關係 而是很多點的關係 所以也許我們可以用一個網絡的概念 一個one 一個網絡蜘蛛網 我們考驗哪一位用到蜘蛛網這個詞 好好 我聽你的 好好 我聽你的 那個啦 是一個像蜘蛛網一樣的概念 把大家把這些有關的人 其實我們讓他變得強連結還是弱連結 那就看我們個人的淵源還有機會 那當然各位醫師在講說政府可以扮演什麼角色 有時候把這個看得太重要 也就是說不需要 我們自己就可以做到不少事情 如果這種不要是阻礙的話 那今天比較可惜沒有聽到 可是我想你們各位可能做了也不少事情 實際上是展現了這樣的關係 就是移居地跟移居地之間的關聯 比方支持了西州的議題 那就是移出來人協助另外一個移居的地方 完成某一些事情 所以不見得只有跟原鄉的議題 所以這是非常活潑的 那另外我覺得南某講的那樣子的一個觀念 我就用另外一個詞來說 就是一個中介的一個角色 in between 就是我們中介 我們不需要完全在原鄉或者完全在都市 我們中介我們有 我們在這種蜘蛛網裡面 我們有很多條路 那這樣子的一個中介身分 其實我們需要培養的能力 或者說中介的身分給我們的機會 是連結跟跨越 那就是要有這樣子的一個眼光 跟這樣子的一個習慣 而不是原鄉不是唯一的選擇 那不是說不要回原鄉 而是說那不是唯一的選擇 不是唯一的問題 所以這是一種態度跟觀點 我其實非常好奇哪 我自己怎麼成長 然後找到這個定位 這個定位給你很大的力量 好 那有機會再聽你講 另外就是說我覺得網路 網路跟媒體 其實我原來一定會把他們放在一件事 可是我想網路的概念 可能更寬廣一點 數位工具 網路 其實就讓我們個人在單元當中 我們個人作為一個單元 在這個蜘蛛網當中 我們有做事的能力 好 那那麼也許有機會 或者你們可以加入臉書 好友可以繼續談 都是喔 都是喔 我覺得剛剛講的就除了字典 其實你剛剛講的就讓我 給我一個靈感 之前我有想過 可是沒有這麼具體 就是我們在做的數位資料的整理跟推廣 如果加上GIS把它變成APP 可能會就真的讓它非常好用 更多人會願意去做 好 那我們就這 我們今天的這個論壇就到這邊 那非常歡迎大家繼續給我們意見 可以放在中心的臉書 或者我們網路 繼續給我們意見 我們也會再想說 這樣子的一個議題 也很謝謝大家鼓勵 就覺得確實這樣子的一個角度 是需要來談的 我們就看我們下面怎麼樣 我們可以讓它做得更具體 然後把這一些概念介紹出來 也許一些態度我們可以扭轉它 讓這個是一個父權 而不是說一個被剝奏的人的感覺 好不好 好 那我們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